聚集了相當多的社區 也就是非常密集人口的地方 內力的前後站打通 有兩個重要的因素 一個是鐵路地下化 第二個是說道路系統如何連接 這兩個我們一起考慮 因為每一個市長都講 考慮到鐵路地下的問題 以前都是講高架話 一直讓這個案子擱置在那個地方 以前講要高架 等說高架以後再來把這個鐵路打平就可以穿通了 那現在又要地下之後 到時候你又要怎麼做 所以這個案子 我們還是要一個規劃一個進行好不好 配合鐵路地下化 我們做那個前後站打通的規劃 請坐 還有有關我們桃園市一則新聞裡面 大家都曉得 我們機長請坐 我們桃園市的空汙裡 新聞報導相當的詳盡 桃園市的空汙裡 佔我們全國的第一 這個空汙裡的比例 在桃園區有1萬8千多戶 是不是這樣 在中壢區有1萬6千多戶 光這兩個區 加起來的空汙裡 就將近了3萬5千戶以上 那麼這3萬5千戶以上 還有這個是去年105年的行政院統計的資料 那你在今年經過106年來 所有的塵屋 加上其他的11個區所遺留下來的空汙率 這樣子加起來 機長請問大概會有多少 我跟議員報告 這個是空汙的產生 主要是因為我們國的習慣 那這些我們會善用這個 這個現有的空汙的資源 來進行這個 所謂的這個包租代管的這個策略 那我們希望把這些公屋釋出之後呢 能夠提供給這個需要的人使用 那一般擁有房屋的這個人呢 他不太希望 他對這個房客其實也是很挑的 他對這些老者或者弱勢的人 他其實不太願意租 那我們是希望透過這個 我們政府當一個平台 讓這個租屋者 這個可以租到房子 然後這個房東也能夠放心 那能夠來解決這個所謂的這個 公屋的問題 解決這個居住的問題 那請教一下 那我們的合宜住宅 現在這個方案已經取消了 對不對 合宜住宅現在大概 沒有繼續推動 大概全國都沒有在推動 全國都沒有啦 已經很 所以說約士文們 把這事情搞大啦 不要齁 約士文們就到此截止吧 那麼空汙 合宜住宅不做 現在改做青年住宅 那請問一下 現在的空汙有這麼多 我算一算 我在想 加總之下 桃園市也應該會有五萬戶左右 是不是能夠將這個空汙的比例這麼高 也將這個青年住宅 能夠落入這個思考的範圍之內 找這些業者大家共同合作 或者是怎麼樣去處理這些青年住宅 叫他們價格放低一點 有沒有道理 像現在青浦高田那一帶的地區 現在的房屋已經降了三成 現在很多要買房子的 大家都是在觀望 因為這幾年來 你看看 所以我們希望新的政府 新的領導 世代呢 能夠將我們的景氣再復甦起來 不然這種空汙的情形 如果我們青年住宅再蓋下去 我們青年住宅一計幾戶 跟您的報告 我們現在目前在推動的這個公營住宅 就是說社會住宅 一共是這個3300 青年住宅社會住宅 也是 這個其實同質性 他的意思一樣 我們這個 所謂的社會住宅 也主要是要供青年人使用 因為這個青年這個比較 他們剛出出社會 那對於這個 要成家立業 要立業之前給他先成家 讓他能夠有一個這個 沒有後顧之憂的這個環境 局長再請教你一下 坊間有一個怪現象 你只要聯繫假期 三天啊或者是四天啊 也不需要透過什麼都市計畫法 什麼環屏 或者是經過什麼 不需要 就能夠一家工廠就完成了 很厲害 所以說政府的法令 我希望能夠像這些鄉親百姓 他們在辦事這個能力就對了 還要什麼工業層透過什麼都市計畫法 我看不需要吧 怎麼坊間會有這些怪現象呢 這麼厲害 要水有水 藥店有電 工廠明天就可以開始出租了 對不對 政府的法令規範的這麼嚴謹 是不是這樣 那處理單位 當然我不是叫你去敲他們 他們也是為了生存 為了國家社會 帶動整個經濟脈絡 有這個必要的需求 那麼有關於法令的規範也好 你們就該要去鬆綁的 就要去鬆綁它 或者做好一個好好的規範 是不是這樣 講到這個就談到了 就像我們環中東路一帶 文中路一帶 文中路一帶 當時為了洪化爐不是規範 你們都告訴他們 將這個土地再利用 那土地再利用 這個是前提之下 是在環保局所主打的 希望你們匯獲這個單位 責成單位要去重視這個案子 好好的來推動 好不好 不要給鄉親的承諾 我們就要去做到 這個是十六七年前 曾經的一個縮貼 十六七年前當時 內立的新農焚化廠 預定要興建的時候 那時候提議說 是否高速公路以北 化歸為這個小型工業區 那這個案子當時就沒有實現 那現在是預作 特別提出來說 能否照當年的一個縮貼來提議 不是說今天 如果當年政府有承諾 呂秀蓮縣長 朱立倫縣長 吳智陽縣長 任何一個縣長要改那個承諾 都應該明確的說 我放棄以前的承諾 對對都沒有 那都沒模糊到打了 是是 那現在是因為你做議員 你重新把過去的歷史的 這個過去有說這個工法拿出來 那如果我們覺得合理 我們朝著這個方向再來努力看看 好不好 那市府團隊請 請你們加把勁 謝謝 謝謝張英平議員 那在這邊首先 欸局長你坐下 首先 恭喜我們市府團隊 那今天我們衛生局 那到台北去受獎 我們得到 十安的評比 有等 那也獲得三千五百萬的獎金 嘛 所以說在這邊給你肯定 那我也希望說 除了十安的問題以外 那我們對一些 疫情的防禦 也要加強一下 那現在已經進入了 腸病毒的預期 上個禮拜母親節 那有很多媽媽都在醫院裡面度過 那我服務處這邊 也接到很多案件 連楊敏勝的醫院的病房 都需要醫院去關心一下 那所以說這邊請教一下衛生局 那針對現在整個腸病毒的流行疫情 已經進入了流行期 那目前 桃園疫情的狀況是如何 是 這邊跟醫院做報告 市長桃園疫情本身 它達到一個 流行期的警戒值了 所以衛生局在 上月開始呢 就加強這個消息薪檔部分 其實產品是 你剛剛說什麼值 流行疫值 流行期的疫值 什麼叫疫情 疫值 就是達到這個標準以後 就是達到流行的標準 人數增加了 他有點就是流行病的那個 已經到標了 有一點都是到達那個臨界點 所以我剛剛講 現在是腸病毒的流行期 已經開始流行沒有錯 然後呢 所以呢 衛生局在三月開始 就加強訓導這部分 腸病毒的防最重要在洗手部分 就在三到六歲小朋友身上 所以呢 我們就加強幼稚園 托兒所這一塊 我強化這部分 上禮拜遇到那兩個案例 他就第一天就感冒 就發燒 然後三天以後 他就開始起水泡 就開始起水泡 那所以說 去到醫院裡面 連病房都有問題 那現在整個桃園市 的停課 停班狀況是如何 這邊一天報告 市長 基本上我們有三三一政策 就一個小朋友裡面 在幼稚園頭手裡面 有小朋友出現的時候 要通報 那 呃 詳細數是 我再跟下 跟一天報告部分 再做補充部分 那 這一部分你要掌握啊 因為我們桃園衛生局 他之前的統計是累計停班 大概在一百七十班 那感染人數在四百五十五人 那我當 我當一眼我都能夠知道這個數字 結果 你當副局長這個數字 你沒有掌握 這樣是不行啊 而且這個數字是在四月底的數字啊 不是五月中旬 或是五月上旬的數字喔 然後 目前停課停班有二十八班 幼稚園有二十班 國小六班 感染人數一百零二人 所以停課人數總共有九百二十八人 有那麼嚴重嗎 教育局長 是 有那麼嚴重嗎 目前停班停課的數字大概是這樣 大概 是 那 我來說明一下齁 其實這個停班停課是一個 預警式的做法 他是一週裡面如果兩個齁 就要停班停課 所以 即便還沒有大流行 仍然要採取這個做法 好 現在是整個疫情有沒有流行 有沒有做宣導 因為大家 預值就是說 當我們數量到達一個數量以後 怕爆發大流行 謝謝市長 所以那個 事情由你來說明以後 就變得更單純 我要強調就是說 母親姐那一天 我去到陽明症 關心了兩個就是長病毒的案例 謝謝謝謝 沒病房好大 那我去關心一下齁 所以說希望說我們教育局也好 衛生局也好 針對長病毒的部分齁 要加以控管 我想再加強宣導 那也讓家長知道 目前我們預警室的控制 的實際情況 也不要造成恐慌 那醫院方面如果真的有塞車的情形 也請衛生局盡量協調分散 不要說我們現在受獎 然後整個充滿在許業當中 結果應該去預防的數字 目前這個題目是我們先講說 我們及早進入警戒期 那個衛生局沒有掩飾疫情 反而主動宣布 所以我跟衛生局說這個是好的 因為主動宣布的話 代表說我們有信心把它處理好 現在市場市這邊主動宣布 衛生局這邊大概在狀況外 希望說能夠統合好 是 起定 衛生局主動宣布的 是許副局長還不知道 他當時局長有跟我報告這個事情 因為副局長今天 匆匆早來家 我們就不怪你 請坐一下 因為我怕你今天來沒有人問 對不對你來三次也沒有人問你 那我今天特別問了你 五、七分鐘 那也是給你一個回應 下次如果有副局長代理的情況 也要把業務熟悉清楚 謝謝 謝謝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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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這邊請問市長 市長那行政院主計處 4月29號公佈我們首計的GDP 下修為-0.84 那他本來預設值是-0.6 那整個往下修 那在昨天財政部 又公佈了4月份的出口 222億.5億美元 年減了6% 連續15個月負成長 對 連續15個月負成長 在金融海嘯的時候 是連續14個月負成長 那昨天他正式宣布以後 我們已經打破了金融海嘯 的負成長 連續15個月齁 就是說 我們已經 進入了衰退期齁 而且 5月1號我們臨權坦承說 今年的GDP保育不容易 那對整個經濟狀況 你有這麼條條嗎 這個衰退是全球性的現象 國際油價這麼低喔 代表需求減少 那台灣是出口帶動 在台灣特別奇怪齁 台灣是出口帶動 連續15個月 連續15個月 所以台灣面對一個齁 國際的市場的需求降低 而且中國的經濟減速 我們是齁 世界因素跟中國因素 兩個因素都同時 讓我們的需求下降 所以我們現在 像桃園 我們出口型的產業很多 所以我們要注意這些事情 我們的工廠 目前的出口 沒有像以前那麼旺盛 所以政府要想辦法刺激出口 我認為齁 像現在國際油價這麼低 謝謝 市長你講到重點 當然就是外銷 另外一部分 也就是你常提到的 像我們盧竹的中小企業 大部分都外銷 做內需的很少 除了外銷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 你常常提到的 投資的部分 如果國內投資可以擴大 也要擴大國內投資 所以這就是你的優勢 也是你的優點 我要講的 不只外銷 我要講的就是投資 所以我會舉這個例子 來做說明 那在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整個台灣的經濟要復甦 就是靠六都 因為我們六都 佔了三分之二的人口 那在六都裡面齁 我們桃園有我們最大的優勢 我們三十二年 我們都第一名 就是我們的製造業 再來我們的產值 是足科的兩倍 這也是你的 我的手禮 我常常聽你在講 所以我以桃園為榮 我以你當市長為榮 所以說整個 整個經濟要帶動在六都 那六都的火車頭 有可能就是 一定是我們桃園市 你認不認同 對 如果台灣經濟要復甦 要從桃園開始 對 一定要從桃園開始 桃園一定要當領頭羊 桃園一定要做火車頭 這部分你認同嗎 我認為齁 如果我們桃園 再持續的投資 起來了 就代表台灣慢慢會帶動起來 好 那所以說齁 在前天吧還是大前天 我們開了一個 叫做亞洲矽谷的一個論壇 那開的也非常成功 就是說我們桃園的競爭優勢 要讓企業有信心 有意願來桃園這邊做投資 那在30年代的時候 美國大蕭條 美國的小邏輯府 他就是用那個溫和的 溫和的財政擴張主張 所以說 將所有的美國的經濟 都叫起來 在這一部分 我也希望說 你能夠這樣來做齁 那我們現在桃園大概 可以從 陸空跟海空齁 那個我先質詢一下好不好 我們可以從陸空跟海空 那本來陸空 陸運跟空運 那本來張英秉是要講陸海空 可是他剛剛沒有講到海運 你要補充 他剛剛已經講 裝進廣場要設那個 整個轉運的那個 他之前還跟我說 已經陸地的解決了 開個專班到大陸去 那個船 那沒關係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我們的 陸空跟海空的部分 也就是我們關心的機場捷運 還有我們的鐵路地下化 還有我們桃園最夯的捷運綠線 好 還有我們桃園機場的第三跑道 現在說要15年 要到2030年 那整個鐵路地下化 那昨天我講過 那賀成旦又講了那些話 那我們機場捷運 你也經常說 規劃十年做了十年 現在二十年 也都不通 所以說 現在最有希望就是捷運綠線 那你對整個捷運綠線的規劃 給你時間來做個報告 好不好 捷運綠線是北桃園的交通大動脈 也是航空城計畫的連外的捷運 所以這個捷運系統在四月份 獲得行政院核定後 我們就立刻上網 PCM跟監照要招標 六月要開標 那開完標之後 我們會跟PCM 顧問公司 那麼來規劃未來的工期 以及工程的設計的安排 那會在這個規劃完之後 進行工程的統包作業 我們希望開工之後 八年可以營運 那這裡面有兩個段落 會影響到時程 第一個段落就是 我們有一段是 生活圈六號道路 需要取得這個路廊 另外一段是那個 航空城裡面的這個路線 那一段路線也需要取得路廊 那我們有附案 這兩個路線都希望提早取得 能夠讓這個 其實工期大概就是八年左右完工了 那我們也不希望被別的計畫卡住 那影響到我們全段通車 謝謝市長 那謝謝你那麼詳細的說明 就是說我們的設計標 跟我們PCM 在六月份的時候會發包 那我們預計 大概就是從巴德開始 然後一直到機場到中壢 然後大概要八年 也就是要等到一百一十三年 公期八年 貝尼嘛 要一百一百一十三年 如果正常的話應該到一百一十三年 對不對 對 那我這邊大概有一個建議 因為你剛剛講到說 一個路廊的取得 跟整個航空城的地權的問題 那整個工程大概分成兩個階段 一個就是地上 一個就是地下化 從G13站開始 可能就會分成地上跟地下 那 G13站一直到中壢的時候 整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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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5、G16、G17、G18 跟A11坑口站 整個交界都是地上 對 那有個議題 想跟你研究一下 在台北的捷運 一年一條 分段通車 台北的捷運當初從 陳水扁時代 從中山國小 他通到動物園 木柵動物園 這一條線 當初叫做木柵線 好龍斌當市長以後 他又從中山國中 到南港管理園區 這也就是所謂 整條加起來現在改名 我去到那裡要坐木柵線 沒有 現在叫做文湖線 就是文山區到內湖 對 他也是分段 分段來通車 所以 我希望說 整個台灣的經濟 的復甦靠六都 六都靠桃園 桃園 桃園靠捷運綠線 那是不是說 我們相信我們的綠線 要讓他提早通車 我們不要像以前馬政府留下來 基東要到2030年 然後機場捷運到現在遙遙無期 然後整個第三跑道 也要到2030年 那整個綠色捷運 如果能夠來分段來通車的話 像台北安分段通車 一年一條 我相信不用到113年 如果 上個會期 也很高興市長接受我們的建議 就從 A11站高架段開始來施工 那高架段行期間要 如果高架段能夠先來通車 從G13 1516 1718 一直到中壁 如果先來通車 連接到A11的話 我想應該在109年就可以通車 那這個看法 你覺得如何 想要拼進度 來搶通車這個是 我完全了解議員跟我們市民的期待 那工程上以及營運的系統上 是否可行 我請我們 到時候請我們交通局 還有顧問公司來研究一下 能搶一年就是一年 我們會盡量搶 那開工路段 當然是高架化路段先開工 那地下化 因為要做那個潛頓機 會比較晚開工 所以我說 整個從地下跟地上 如果能夠來分段通車的話 時期會提高 因為有一個包商 他有可能會提出他的服務建議書 也是朝這個方向來做服務建議 那我不知道你整個PCM 跟整個設計 你到時候怎麼發包 那個我們不去介入 但是我知道有廠商的服務建議書 是跟我的講法是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他希望說 能夠在高架路段 能夠讓他先通車 那這對整個工程來講 應該沒有問題 那我也說希望 這個意見 我請交通局 在跟PCM討論的時候 看有無可能 讓這個通車的時程加速的方案 請那個高局長簡料回答一下 加速方案到底有可能 高局長不用回答 因為高局長在工作報告的時候 跟我說過說 有可能他會去研究 所以說今天市長在場 我也希望說 能夠桃園的捷運能夠分段 然後分期 一年一條 像台北市這樣 來讓他完成 我們的期待是提早 提早來讓他通車 能夠整個帶動 我們最近你撒亞洲四股 亞洲四股 讓整個投資人有信心 那這個議題 也就大概談到這邊 早日動工 早日完工 這個是我們的目標 好啦 要朝這個目標 你不要一直說 八年 八年喊到最後變十年 十幾年 如果你要說 分期分段 分期分段 人家會說 這個市長做法很新穎 那這樣你可能就變第一名 就不止第三名 那個高局長 他也有跟我報告過這個事情 我上次跟他講過 我說你不要去想太長 他已經快七十幾歲了 如果這個再等十幾年 反正他看不到 你知道嗎 我上次就說過 高局長六十幾而已 他現在已經戒冤了 身體狀況很好 我剛剛跟他一起在那邊尿尿 我看他 身體狀況還可以活了幾十年 但是 我希望說整個捷運能夠趕快通車 好不好 朝著議員建議的方向 這個早日開工早日完工 有無可能分期分段通車 我們請那個PCM來研究一下 謝謝 謝謝 因為市長剩下三分鐘 最後三分鐘 大概 就看一下 晚線 這個圖 這是什麼圖 你大概知道吧 這就是土地異化的圖 紅色的就是高潛市 然後 黃色就是中潛市 綠色的部分就是低潛市股 我們圖案沒有 我們圖案沒有 但是我一看到這張圖 這一張圖 這就是我們桃園 整個都是紅色的 市長這張什麼圖 你知道嗎 這張圖 就是桃園的地下油管 天然瓦斯的分布圖 對 有夠嚴重的 整個都是紅色的 雖然我們的 啊 地勢的高高市圖 那些不一樣 但是整個管線的分布 非常的危險 我大概數據練一下 中油新竹公油中心 16吋及12吋管 同桃園練油場一直拉到新竹 林口經過盧竹 貫穿桃園市區的中油管線 大概有22條 還有新泰 還有新桃瓦斯管 造就了這一張圖 但市長你在三月份的時候說 我們要成立一個管線自治條例 那這個管線自治條例 我們一直在等 我們一直在等 去年三月到現在 整個自治條例還沒有送議會 那自治條例的部分 現在齊成怎麼樣 請市長說明 請那個張局長說明 報告一座 我們已經跟那個 新桃瓦斯 新泰瓦斯這邊已經 作談過後 然後我第一件事情 先把這個所有的資料 通通圖資能夠 供給到我們這邊來 跟我們的公務局這邊聯繫 另外呢 我們自己本身條例 現在已經在草擬之中 你這個我看就好爛 我們定自治條例 你要跟他研議什麼 我了解狀況 狀況當然了解 狀況我就比你更了解 這整個狀況就這樣 不希望說自己閉門召集 我是希望先了解他 那我問你啊 那個我們最短時間內 把這個 因為他自治條例主要 那我問你啊 陶北電油廠有幾條油管 中油陶竹苗營業處 有幾條電油管 台塑公司 有幾條電油管 中油天然事業部 有幾條電油管 十二寸以上的油管 有幾條 加起來幾公里 你就沒有一條 知道你跟我好爛什麼 有啦 好你講啊 你知道哪一條 我跟你講啊 整個油管線加起來 大概有一千兩百公里 光油線啦 是 那辛陶瓦斯跟辛泰瓦斯 沒有加上去 以數以萬計來講 所以說 看你這麼重要的一個自治條例 你怎麼不用 上次辛陶瓦斯 漏油漏管線 漏到阿蘇 市長說 要來處罰 你找的話 什麼法人跟他處罰 你自治條例一定要定啊 這關心市民的安全啊 這幾條真的很重實 你剛剛講一千六百公里 好 謝謝 好 謝謝 請坐 謝謝我們張議員 以及我們劉議員 那接下來是輪到我們張兆良 張議員 那 那控制時等一下 謝謝 好 張議員可以開始了齁 好 那請發言時間四十分鐘 謝謝 謝謝 好 首先謝謝議長 謝謝那個 謝謝我們市府團隊 在鄭市長領導之下 可以說 在六度裡面 我們的民調各方面 包括民眾的滿意度 都節節的升高 那首先就到底市長 我想這議題 大概半年前也講過 就針對我們農團的觀光大祠 有沒有 我想說前兩天我們去點睛 很多市民也希望說這個工程趕快來進行 可是一直針對是 不管是斜張橋 或是一般的這種 市長這種傳統式的吊橋 有沒有 一直都沒有定案 是不是利用今天 我想說市長也廣收的民意 是不是有個比較明確的一個說法 而且另外大家 旁邊這個南天宮這個廟宇 也非常支持我們市政府的執政 他願意說民間力量來結合 是不是委託我們管理局來做一個設計 看怎麼樣有特色 譬如說有月老或是說有許願 有這個 我們大家比較喜歡的那種什麼發財 這種意象有沒有 然後他來設計 由民間的力量搭配我們這個東西 能夠趕快在今年年底後發爆 是不是請市長 能夠比較明示的來說明 這件事情好不好 好 那個龍潭大祠的整體的規劃方案 有分三期 第一期就是要拆掉原來的吊橋 然後把服務中心活化 第二期是整個沿岸的生態的設施完成 第三期是吊橋重建 那我想第三期吊橋重建 也許可以早一點 我們早一點規劃也可以同時完成 那針對吊橋 這個規劃案 我們要最後訂稿 現在就是要訂稿的前夕 那現在有兩種意見 第一種是做成那個樣子 叫協章橋 那協章橋因為它的距離的關係 好像要到達48公尺的樣子 那另外一個就是傳統的那個吊橋 原有這種傳統的吊橋 傳統的吊橋也有它寧靜之美 也有它的這個簡約之美 所以這個各有看法 那我想我們很快的會把這樣子定案 那配合南天宮它周邊的環境 它要增加哪些設施 那用採取跟民間協力的方式來完成 因為很多觀光業者都一直在來詢問說 除了龍潭到龍潭 希望看大詞裡面看一下 希望說這個吊橋 那市長你剛剛講 什麼時候可以採電的 今天有辦法給我們明確的答覆嗎 那個 當然我們有三個方案 第一個是不重建 第二個是原諒重建 第三個 第三個方案當然是改成其他的四樣 那就我初步的想法 因為龍潭大橋有它長久的歷史 應該是以原諒重建為優先 那原諒重建也非常的漂亮 那這個專家跟文史的學者 也多數傾向原諒重建 要把它蓋好一點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跟中央來爭取經費補助 那其他用四款來補助 那管理局局長我想這事情 從去年講到今年 又講到年終了 這是不是說我們在這期定期會以後 你應該到現場去有沒有 董龍潭賽完了以後 應該到現場去 這東西要怎麼做 要怎麼重建 搭配南天宮的一些預算有沒有 他民間力量可以跟我們結合 那個張議員的質詢的重點在於說 第一個 這個三期改造案 那個吊橋能不能快一點 第二個 吊橋四樣 假設我們決定是原諒 就早點定案 那第三就是結合南天宮 把周邊設施一併完成 政府跟民間協力 共同把這個案子完成 那我想 時程不一定要按到這三期 那吊橋四樣 要早點決定 那民間參與的部分 也要早點定案 我們一個月內 把這案子定案 市長這一定要加快 好不好 一個月內把這案子定案 因為已經討論了半年了 大概固化公司的各種方案 我都看過了 市長就是趕快要定奪 我們這要有效率 好不好 市長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們非常多議員關心 中立的污水廠出力 這個部分是我請助理去拍了一個空照 原先挖了一個坑洞 現在都已經漲樹漲漲漲漲 漲滿起來了 當然我知道水戶局的部分 這個月初 有兩家廠商來投標了 那當然也有人一直跟我們議員說 這兩家的這個企業聯盟 一家是幾乎整個公司 都是國民黨黨營的那個轉投資的一個企業 另外一家 另外一家他又說 有這個曾經有這個司法院 有法院的判決 有這VOT的一個行賄案 這家廠商又來這裡投標 那當然這案子 我們曾經延宕了很久 那也曾經在法院的訴訟 我們對我們桃園市政府是有信心 但是我希望利用今天執行的機會 希望市長宣誓說 這兩家的廠商 看起來也都沒有經驗 可是我們這450億 未來我們要編那麼多預算 35年那麼長的時間 要來給他 那將來他做 是不是有能力來做 我們要怎麼樣選商 選出這好的包商出來 是不是市長 你這部分 是怎麼樣一個選商 這兩家投標廠商 都是有經驗的 是 都是有經驗的 那沒有打贏事業 沒有打贏事業 那他們是投標組合 主導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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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都有一定的資本額的門檻 那不過這個 他的條件 有所不同 那我請我們的水務局 在辦理這個選商的作業上 要嚴謹透明 那麼 務必要選出最好的廠商 因為這個廠商 本席為什麼會關心 之前在 在上一屆的時候 上上屆的時候 租縣長的時候 我們本席也是 站在這個地方 也曾經是詢問過 事實上大家覺得說 這個廠商 吳縣長實在也詢問過 他就是說 事實上還沒有招標公開 就大家覺得非非揚揚 就知道是哪一家 因為這要做這工程 非常多的下包商 包括挖土方的 管構的 基電 事實上他組個團隊非常的大 大家在評估過程中 你有沒有可能得標 他就說問的 都沒問題 事實上我希望你做到公平公開 這個沒有問題 這是公開的 局長這種臨選 像這已經到資格 已經符合了 對不對 怎麼個臨選方式 你是不是簡單說明一下 讓大家覺得說 這真的是 我們市府 這真的做到 真的是公開又透明 包主委 包議員 我們現在就是說 在整個資格審查這一部分 我們有招殺顧問 也有履約顧問 我們有我們的法律顧問 也有財務顧問 會針對他們提出來的 各項的文件 做很仔細的一個盤查 然後我們會寫成一個 工作小組一個報告 然後在6月5號 我們會進行這個 臨選作業 由委員來做評選 那我們會把這個 我們的報告跟這個 委員來做這個 所以6月5號臨選出來 所以大概7月份 就可以開工了 對不對 是大概這麼說 這工程 還有一約程序 還有一約程序 應該是到8月 才會一約程序完成 那我們希望說 能夠來推動這個工作 趕快來推動 因為我們六都 我們目前 這個污水的接管率 目前看起來是最低的 希望由這個來推動 至少將來能夠 新建完成 最起碼推動十幾%以上 能帶動我們的一些 生活環境 能夠更優質化 好不好 這部分真的要謹慎 而且要很公開透明 本席給你這邊做一個提醒 那第三將 那個市長 我們就講到說 這個亮點 經濟部 我們跟經濟部 流域亮點那個計畫 有沒有 這跟我們龍潭大溪有沒有 有非常重要的關聯性 事實上市長你知道 我們龍潭大溪 這神水庫 這幾年有推幾個事情 都推失敗 包括花卉專區 講一講 在議場上也講了很久 結果發現說那個是 集水區就不能做 講攬車 也講很久 到最後也都胎死腹中 也沒辦法做 那現在市政府 我們爭取了3.7億 這個流域的亮點計畫 有沒有 那本席也一直關心 我一直跟官女群拿資料 有沒有 從運動 從文化 從這個 我們的文創 從這個生態 這方面 我們三方面做 那市長我覺得說 這部分 我建議是最起碼拉高層級 應該請副秘書長 或者說怎麼樣 折成一個副秘書長 或者一個餐飲 來專責 來督導這個事情 那你這一年3.79億 我們市政府也要花 當然7900萬 中央3億左右 要花那麼多錢 怎麼樣做 才做有效果 本席剛剛提醒說 之前我們有推幾個計畫 因為畢竟他現在是 我這個大溪龍膽是有點沒落 以前的觀光效果非常好 現在稍微比較落寞了一點 那我希望說 是不是透過這3點多億 包括最近 去年有拍這個電影 包括今年我們辦很多活動 不管是半馬 不管是我們的觀光 什麼那個 風 那個我們的同花企業等等 其實活動都辦得不錯 是不是能怎麼樣來加溫 來加熱 市長是不是能夠責成 這個事情真的是有效率的 而且是方向要做給他對 那個跨域亮點計畫 是三年為期要完成 所以這時間表是確定的 那事實上那個3.7億的工程項目 大概也都很確定 包括龍潭的家庵裡 他也有文創一條街的設計 那也可以讓我們的觀光活動 不是只有活魚 還有其他的那個 文創 文創方面的那個機會 那生態旅遊 跟運動旅遊也是我們的重點 我想議員建議的很合理 因為這個有牽涉到 包括北水局 包括我們這個管理局 這也有牽涉到一部分 我們像交通局 跟水務局方面的一些業務 我會指派一個副秘書長 來負責主持 這個跨域亮點計畫的推動 你最起碼每個月開市會 包括現在 現在很夯的露營 包括自行車步道 其實市長真的跨很多局數 包括你的水務局對不對 包括你土地的波庸 還有這個你要你辦運動對不對 跟經濟部 你要辦那個馬拉松賽等等的 然後你要行銷 我們行銷大部分都在我龍潭 大部分都在龍潭 大溪有一部分 大部分都在龍潭 像我剛剛市長講的文創園區 包括我們的活魚 包括客家美市 大溪也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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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說 我們當時 他一半在龍潭一半在大溪 其實市長 我們龍潭大溪是我們的 桃園市的東都心 當然我們就強調觀光 希望透過這3.7億 我是提醒市政府 就是說 我們要辦這個龍潭跟大溪 推動這觀光 希望說 有這個經費 那麼高的經費 像他在拍電影 包括他這個土地的波焦 本期是非常有關係的 就剛剛從三個面向 從運動 從生態 從文化 這方面真的是 我希望說能夠做出一些 真的市長 我想這部分 真的是一個量子 這個一定會完成 那我想我接受議員的建立 我會請一個副秘書長 主持這個計畫 把各個單位 需要的工作全部都完成 那大溪的部分 其實他也有南院 北院跟這個西州轉運站 其實也是蠻重要的 這個升格以後 雖然他有龍潭區 跟大溪區的不同 但這個整個計畫是一起的啦 那我們來處理 市長本期還是希望說建議就是說 你這個3.7億花完以後 我們石門山 真的應該結合 像我們虎頭山一樣 成立一個風景特定區 包括石門山的一些管理有沒有 包括一些平常的維護 事實上都是由農產區公所在那邊 在那邊帶管理 事實上他的人力也有限 是不是應該市長 假如之後我們這活動辦完 有3.7億 能夠把它提升 真的是說農建度也提高了 我們在這地方 實質應該像 比照虎頭山這邊 成立一個風景特定區 有專責 最起碼每年有固定的預算 有專人 有專責 來可以去做這管理 讓我們這個地方 成立一個 讓國人覺得說 我們來到桃園 事實上喜歡到龍潭跟大溪 這個地方 是不是市長 這個風景特定區 需要修十門都市計畫 我們是不是朝向說 這個包括設施改善 跟設置遊客服務中心的方向來進行 就是十門山也是一個我們亮點 那這一題雖然議員以前沒質詢過 但是我知道你很關心 我請管理局針對十門山的那些旅遊設施 風景特定區本期執行過好幾次 但是在之前 因為那十門都市計畫 還在同盤檢討 那要制定一個風景特定區 比較複雜 我想朝向的設施改善 跟設置遊客服務中心的方向來進行 因為那時候我們覺得說 我們桃園 北有湖頭山 南有十門山 可是湖頭山各方面 這幾年的 包括我們市政府推動的經費 都明顯的比我們十門山多 所以希望說市長這部分 一定要是不是有經費的益助上 能給我們幫忙 十門山的經費也不會少 我們再來把這個計畫 再把它定清楚一點 十門山一樣要進行整體規劃 才能夠有經費的益助 我希望說因為實際上市長 每天的遊客非常的多 其實是每天都數千人 甚至價值數上萬人 因為我也去過很多次 我了解 我請那個管理局 真的十門山的那個 包括登山 包括輕旅遊 該如何推動 我們一樣要列整體的方案 市長那我們講到 平鎮室的一些建設 平鎮室就是本身很關心 高雙路就是平鎮區的游泳池 昨天我們的體育局 副局長有沒有 包括他平鎮區的科長 都有到現場去會看 我想市長也常去 這就是他那個活動中心 旁邊他有個蠻大的停車場 這有一個就看到那游泳池 這游泳池都剝落非常久 大概將近三十年了 這游泳池蠻標準的 那現在市長覺得說 這個地方將近有一公頃 感覺上看這個雙鎮室 活動中心也蠻老舊的 那旁邊這停車場 大概有六七百坪 平常都閒置在那邊用 所以昨天我邀了幾一局 包括評鎮區議員我去看 也希望說今天利用職員時間 市長我覺得這個部分 這個游泳池 因為他是露天的 然後使用率非常非常的低 而且平常也在漏水 而且現在經營上也非常的困難 很好的地點很好的場所 然後這附近還有很多機關用地 尚未開發 然後去年執群的時候 平鎮區公所 有新建了一個游泳池的 一個新建計畫書 我想說市長在這邊 是不是我們有可能逐年 看是不是今年來規劃 來做一個 比較 我是建議做一個室內型的 然後包括這個活動中心 看是不是能夠來改建 做怎麼樣呢 這裡喔 他這裡的游泳池 是有 我們有列了200多萬的規劃費 今年改善啦 規劃費 改規劃 是規劃費 不是改善經費 規劃經費是要讓他知道說 整個平鎮這個 高雙里的這個游泳池 該如何比如說要有遮陽板 比如說有熱水器等等設施 這要評估好又再改善 那不過如果要全部重建 要1億5千萬 目前平鎮已經在興建 國民運動中心 那高雙里這邊的使用率 非常非常低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設施活化 要針對他使用者的需求 高雙里的使用需求是什麼 我們根據需求 來確定每個設施 不是說今天有土地 就全部把它蓋起來 不是這樣子的 這樣子會有重複投資 或者是說會造成 像現在他蓋的游泳池在這裡 沒有人用 這是一個事實 那你說把它蓋成一個 五星級的游泳池 也許有人會用 那總經費大概1億5千萬 市長當然本期是建議說 它的地點非常好 當然這部分的考量 我想說之前 之前假如說還沒有升格的時候 每個鄉村市長覺得說 這地方有點偏 不過對面就中壢 左邊又揚煤 我沒有說這裡有點偏 我是說就以前的使用效率很低 現在就是市長現在的使用率有沒有 包括現在假如說這游泳池能夠活化起來的話 他包括整個中壢的過嶺 包括揚煤 包括新屋 他靠近的地方都會過來 我是希望說這部分能不能跟中央 市長 剛剛你聽講說1億多 中央體育署 除了我們國民健康運動中心以外 這地方有沒有可能說 從專業的體育運動設施的推廣 這方面 那個校區長 有沒有可能是我們今年來提計畫 這個我們來想一下 這個不是說我看到一塊地 就立刻說我要做一個什麼東西 因為這個是平鎮以前的一個機關用地 那不到大概兩千多坪快三千坪 三千多坪 那有坐高雙禮活動中心做停車場 那有一個小的游泳池在裡頭 那這個目前游泳池確實需要活化 我贊成議員質詢的方向 如果游泳池要繼續營運 那需要設施改善需要活化 我們朝著這個方向來處理 好 那個我想提及這部分 是不是往 昨天也去會看過了 你知道副局長大概把資料帶回去 我覺得這地方 就是說使用 就剛才陳陸市長講 使用率低 但是為什麼使用率 可是它交通便捷性非常好 走出來就有公車 然後整個民族路 整個一直到過嶺 一直到好士多那邊 整個動線上是 那個居住密度是非常高的 但是為什麼它使用低 就因為它設施比較簡陋 我希望市政府能夠重視這部分 它不是給平整的時間 它包括中立 包括揚美 大家都用得上 我這沒有設定是哪一個區 OK 我們盡量朝著 規劃報告已經有補助預算 看它要做哪些設施改善 或活化 我們等規劃報告出來以後 再來確定 好這部分請市長能夠再關心 好 本期另外要講到這 我們農潭區有沒有 那個中山里的一個那個 所以你市長看 我想這中山里活動中心 市長也去過蠻多次的 因為它這個產權有點問題 那是等於說私人的一個產權 而且出入口最近給人家擋住了 出入口變非常不方便 那前兩天我也特別邀了那個民政局局長 包括區長去看 看到這個運動公園 不知道市長有沒有印象 市長也去過運動公園非常多次 之前它這邊規劃 有它這個 有它這個籠帶 蓋了兩個房子在這地方 現在都閒置在那邊 那我想說 湯區長我們去看了嘛 是不是 這部分你覺得說 假如說我們這地方 這公園上 假如說我們把這 就現在看到這位置 那天我帶你看的蠻仔細的 假如這部分 適合我們尋求你市府民政局這邊的支持 假如這部分 來改建 來改建成中山裡的集會所 你如果這可信性多高 湯區長 我那一去看喔 環境還不錯啦 不過我想喔 因為今年年初那個體育局 有先規劃那個體育場館 有一部分空間要給我們 設置這個中山裡的集會所 在什麼地方 我想 就是 因為它有算建幣率 那個它足夠 這個你繼承了建築物了 對我想 沒有關係 我想先了解一下 他們有沒有放進這個研議規劃的進度 那一方面我想還是請我們那個里長啊 跟一座一起 我們到現場再去評估 我看這樣子啦 是 因為龍潭體育園區 正在進行這個包括像天幕球場 和體育館的規劃 那中山裡需要集會所 那原本在萬善池旁邊這個神明會的集會所 假設真的是要報銷或者是無法使用 我們應該是在龍潭體育園區規劃的時候 一併整體規劃進來 我不是說 我跟他挖一塊地來做集會所 我想請體育局規劃的時候 跟民政局一起研究 位置要恰當 如果這真的要放在體育園區裡面 我們找一個適當的位置 規劃的時候一起 可以分開試做 就規劃的時候 一起把它擺在這邊 因為這邊有停車場 好不好 我想這部分 在體育園區裡面 似乎比較妥當 我想 就在那個區塊裡面嗎 就在那個 運動公園 在那個陽庭那邊 龍潭運 就在運動公園裡面 不是在體育 在運動公園 龍潭公園 龍潭運動公園 龍潭運動公園 他那個也都在龍潭公園 龍潭運動公園 抱歉 龍潭運動公園 那個 這個要一起規劃 因為公園也有 不只是有間閉率 容積率的問題 設施的一致性 他房子蓋好了 市長 這房子已經原先就有了 這原先就有了 市長 不是新的 不是挖一塊地 這原先就有 我是希望這兩間 這兩間 現在閒置 平常都是一些 我們優先考慮這方案 那我們來 我看這樣子啦 中山裡 因為原本有的 你說原本有個集會所 不適合用 不是 他是私人的產權 最近他有點糾紛 他就不給他用 不過我們 集會所 跟社區交通中心 有產權糾紛的也很多 不是說只有一個 可能我們有蠻多個 都有這個情況 我是覺得 發現說這個部分 請湯局長 我想說 你對這兩眼非常了解 假如說 我們能用 不要太多的經費 來興建的話 都能夠把問題解決的話 這也是 以最節約的方式來興建 那我想 會後 我們找適當的時間 我請 民政局 安排 現場勘查 請體育局一起來 那我們來安排一次 中山裡的集會所 設置在龍潭運動公園 市長 你安排一下 看一下 我覺得說這個是活化利用 不然那個地方 市長平常到晚上 都是一些遊民 居住在那邊 也非常可惜 沒有人做管理 好不好 那講到我們體育園區 市長 我想這部分 你也去看過 就是我們龍潭的體育園區 目前有個棒球場 那我覺得 我上網做了一些調查 一些年輕的朋友 希望說我們市政府 針對我們年輕人的一些 極限運動 包括這個攀岩 直排輪 越遠車滑板 這部分 那現在道路已經開闢完成了 那就是說龍潭的體育園區 在路總部的後方 將近 他的土地是4.2公頃 那目前只開了一個 就是一個 慢壘的一個棒球場 在那邊 然後其他空地 都還閒置在那邊 那當然 剛才我們市政府常常講 不見得說 我們要蓋場館 要蓋什麼 所以本期這個提了一部分 就是比較青少年 比較喜歡的 所以體育局的局長 那天我特別 也請你說這部分 來做一些演繹 針對一些攀岩 直排輪 越野車 包括一些滑板 這些比較極限型的運動 當然我們也故意到它安全 這部分還有閒置 將近兩公頃的土地 有沒有可能說這些戶外的 能夠讓年輕人能夠去的 他也離交流到也非常近 那夏局長 這部分你心動力上 這部分 怎麼樣 是不是可以來支持這部分 來那個 在你運動設施課的部分 來規劃 看明年是不是能拿局部 幾項幾項來推動 我跟裕作報告一下 這個龍潭體育園區 現在正在做這個 用地變更的編業作業 那針對這些極限運動呢 這些效果是非常的好 而且青少年年輕的朋友 也都非常的喜歡 那針對這樣子 還有多餘的土地 我們個人認為 我們市府 體育局 會針對 這個 現有的棒壘球場 來規劃增設 趕南球場 還有區棍球場 以及足球場 等一個多功能的 三合一的球場 那麼這個樣子的話 我們會納入 整個 體育園區的一個規劃 那土地變更要多久呢 土地的變更要多久 其實我們現在 正在進行當中 一年嗎 多久 你的變更要多久 這個我下去以後 我了解以後再跟一做報告 那我想說市長 這還在尋求 你這邊市府的團隊的支持 這個齁 我說明一下 本來棒壘球場 剛剛下局長說 原來是要把足球場 再設置進來 我們桃園很缺足球場 那現在議員講的 又是一個方向 攀岩 直排輪 越野車 滑板 這個叫極限運動 那運動園區 這邊只能設一部分 這樣的設施 運動園區 原則上還是運動項目為主 那這種休閒項目的話 我們看看他剩餘的土地 有多少 把議員的這個建議 把他納進來 那因為 局長你回答 其實跟他平行線 不交集 不交集 要看空間 土地的面積夠不夠 市長 我覺得說那土地變更 是誰所要 因為我們原來 變更土地 有一定的那個 變更規範 那要做這個 體育園區 有一定的內容 我們三個體育園區 有分工 這個體育園區做什麼 那個體育園區做什麼 那你在變更的時候 就應該提計畫 就應該把一些設施 變進去 所以你現在講的是新的 你現在講的是新的 所以我覺得 比較負責任做法 我不要說輕易說 我答應了 再一看 我要跟計畫不一樣 我想你這個建議 我們拿計畫來看一看 看看有無可能容納 好不好 那我想說 市長 你要這個蔡局長 來市府團隊的服務 我想他應該比較有創新 所以那天我特別跟他說 要一些創新一些想法 讓你覺得說 當然感染區有這個很好的 沒有 足球場也很需要 假如你說說 這部分是 急需要推動的部分 那你就趕快把地幕 把它變更起來 然後你要設施 我們變更完畢以後 還是會有營運的構想 我會請那個 那個 夏局長 針對三個體育園區 分別的分工規劃 他能夠互相互補 那第二個龍潭這個部分 因為他地比較大一點 有可能把這種 比如小型的溜冰場 直排輪加進來等等 就張議員建議的方向 那我們會後再來研究 其實這部分 其實跟我們龍潭 包括對面是客家 客家市局 客家園區 再下去就剛才講的 留意亮點 包括這上面 其實他們都在兩三公里的範圍內 事實上就是來這邊 等一個 我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一塊地 現在規劃這幾個用途 那當然議員可能會建議 新增用途 那每個人的議員 建議也不會 不會很相向 那我要滿足所有的人 那不容易 那就加速土地的變更 好 先把它變完 OK 市長另外我覺得 這邊有給你建議 就是我們龍潭區的衛生所 跟景正大樓 他現在是合署在辦公 那很多的民眾反映 衛生所在二樓有沒有 可以說非常的 真的非常的不方便 而且我們現在龍潭十幾十一萬人口有沒有 那我一直覺得說現在龍潭分局有沒有 他的交通隊有沒有 在那一樓 那現在講著講 一個交通隊裡面也沒有小隊 我看有時候分隊長有沒有 一生病了或怎麼樣 就一個警員來帶領 那我希望說大家能擴充 就是說包括交通隊現在在分局裡面有沒有 民眾也找不到 包括要協商車禍 要做筆錄各方面 場地上並不是那麼寬裕了 我是說市長你看一下這個地方 這個地點是非常非常龍潭的市中心 非常地點非常好的地方 有沒有可能說我們的衛生所 當初的興建可能是時空背景 就是土地可能是衛生局的 然後然後警察局的出錢就蓋 所以警政跟衛生合在一起 那衛生所就設在二樓 就同樣要走這樓梯 有沒有可能說市長 現在新的行政園區蓋起來以後 那天你也去看了 有些空間 有沒有可能說我們挪個200坪 還是說我們找另外找土地 單單把這衛生所有沒有 因為也是服務我們的鄉親嘛 把衛生所牽出去 然後把這二樓有沒有給交通隊 有沒有可能就說以後 我們整個對選民的服務 也能夠提升他的效能 提升他的水準 然後這整棟變成說 由給我們農潭分局來使用 就是衛生所不要 擺到二樓使用上 這幾年來真的是 只要講到說要去到二樓 包括一些孕婦跟媽媽 什麼都很不方便 市長你的看法怎麼樣 這一棟樓是國民健康局的錢蓋的 是一樓提供給警察局使用 所以如果逆向說改成衛生所不要用 全部交給警政機關 我看比較不妥當 那警察局他有交通隊進駐在一樓嗎 沒有在分局 在局本部 在聖田路的局裡面 假如說交通隊能來這邊 因為他交通事故怎麼樣 因為現在他已經有一個很 這裡交通算很方便 只是那個議員非常貼心 只是考慮樓層的問題 我們納入參考好不好 這一題我認為 他已經是一個設施非常完善的地方 只是你認為說要到二樓 因為我們不可能說所有的設施都在一樓 總是會有二樓三樓四樓 那現在就是交通隊的部分 我是覺得說他擺在那龍南分局裡面 民眾要掐工要找 事實上他在那個巷子裡面 事實上也不是 假如說能夠把他移出來這邊 然後把他人員把他增加 像龍南交通隊 車禍也蠻多的 人數上也蠻少的 我們綜合考慮好不好 議員這種拼色的安排 我沒辦法用這種質詢來處理 我們綜合來討論 好再來重要討論好不好 那市長我想這部分 在去年我就有質詢過 那個廣局長 我覺得說質詢了 結果你們覺得說很像 把這件事情覺得說沒有很認真去看待他 可是本席 一直在平鎮這邊走 他覺得說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今天又再拿出來再講一遍 就是新光路五段要連接平鎮工業區 工業區的聯絡道路 目前只有南峰路而已 就只有一條 他到中峰路就南峰路 現在那個佳樂福馬上又要開幕了 所以那個地方交通勢必是更大街 那我本席也質詢過你們 也可以看了 結果質詢完了以後 你們說研議研議 我想今天特別要請市長 一定要支持這件事情 當然我不曉得到時候 那都市計畫變更 李局長 這給你廢掉了嗎 應該沒有吧 還在嗎 都市計畫這條道路 在最後的通檢定案之前 有沒有踩煞車啊 這部分 有有已經恢復了這個 原來早期在縣政府的時候 是把它廢除 那現在把它已經在 上次的通檢定案的時候 把它恢復了 有恢復了吧 對不對 那工區長 那你現在進展怎麼樣 半年來你進展怎樣 真的不忍 我覺得你也很認真 也不知道怎麼苛責你 這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跟市長報告說 這部分 假如我們要連接要打通 有沒有 不見得要做四線道 最起碼按照他的圖刑有沒有 兩線十米直接上去 能夠接到 能夠接到平鎮工業區 把這條路把它打通來 我覺得這條道路是非常重要 假如你打通了以後 他們平鎮工業區下班 那個數千人下班的人潮 他不要走南風路 他直接下來新光 直接接六六快速道路有沒有 直接的疏解了他的交通量 整個中風路不會打結 而且中風路跟南風路路口 那地方是我們全桃園市 十大最容易發生車禍的地方 因為這樣大家就是 常常都發生碰撞 摩托車跟大型車輛 這部分你現在計畫怎麼樣 跟你做報告 我想很謝謝您的關心 這條路是相當重要 那市長也很重視 所以在您質詢後 我們市府有一起來去處理 所以我們也謝謝都發局 已經有把這個原來要廢掉的路 他本來要廢 我就說都發局不能廢 這廢掉就麻煩了 已經保留下來了 所以保留下來之後 我們就是一計畫開闢 所以他是20公尺 那一計畫開闢呢 我們也有辦過會堪 我們有請工業局呢 先要來去協調這個全署 協調全署 看他打通的難易度 那我們原則上 既然是計畫道路 我們就是要一計畫開闢 當然如果說 土地全署或是有部分的廠房 有點小問題的時候 我們是不排除說部分先打通 那整個經費多少錢 整個經費多少錢 有估過了嗎 我們目前的這個經費呢 經費還要再評估一下 那我們現在是先會去把它 入案整個評估喔 然後把這個全署先去釐清之後 報上來之後 我們就評估完之後 我們就會把經費報出來 然後依這個先後順序來去開闢 但是這條路呢 我們還是把它列為 比較重要的一條道路 那整個這個都市計畫的全署 確認之後呢 我們就會依序往下開闢 那市長 我覺得這條道路 我覺得因為你情跑基層 你覺得這真的是非常重要 這非常重要的道路 就新光路已經要連接到工業區 讓工業區下班的人潮有沒有 直接可以從新光路 直接就可以下來 這樣子是非常方便的 市長你的看法怎麼樣 這個是屬於工業區的聯絡道路 所以這個要主管全署要先釐清 如果說工業區需要施作 我們都市計畫完成後 公務局跟工業區來協商 看有誰來做 市長我們只接上去 這只接上去 沒有用到工業區的土地 我知道 但是這是他的聯外道路 讓他爭取一點錢 好不好 我們幫他打通外面的聯外道路 我們來跟工業局來爭取 你當過立法委員 中央你認真來爭取 市長說要請工業局來爭取 我覺得市長這個道路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能夠把它打通 這不是什麼拓寬 這真的說沒有這條道路 他們使用上 真的是非常的不方便 我們把它列為優先打通的路段之一 那如果說能夠跟工業局爭取預算 我們仍然要優先跟他爭取 好 那請坐吧 我希望說兩位局長 這部分 從經濟部那邊爭取經費 然後你這邊趕快來做規劃 我們分段來做 好不好 你土地徵收嘛 然後經費的爭取嘛 然後再開闢 我覺得這部分 希望說在市長這一陣的任內 就能把它開拓完成 這個地方上有一個大建設 另外交通局局長 本席長這兩條路線 我上次有開會有提的 就在我們平鎮民族路加入道 我們要到桃園 那很多鄉親 包括從過嶺 那附近非常多鄉親 就剛才我講那個運動員區 高窗的附近 他們很多人都在沉浸聯名 希望說他們到桃園 非常不方便 他一定要到火車站 到中貫路去搭車 他要先坐一趟車到火車站 又塞車 那地方整個洞線又塞車 所以他們希望開闢一條道路 從民族路 過關於是從環保署那邊上車 或高雙路 或是從這一頭這邊 能夠發車地點 直接在那邊做設個站牌 然後直接經中山高 接二號國道 然後經桃園市政府 到火車站 這樣火車站就回到那地方來 那這種洞線規劃 可不可能 現在因為我們交通局在處理 這個桃園到中立 也有可能沿繩從龜山到陽美 這段叫做幹線公車 台一線的 那是不是積極了 那您提到這條路線呢 我們會納入這個系統裡面整個來做處理 能納入幹線就納入幹線 不能納入這 我們用 那單獨這條線來做可以嗎 單獨這條線 這條線它有 是可以 但是我們是希望透過幹線公車的 聯合調度的方式會比較有效率 所以呢您的意見我們收到 我們會併到市區客運審議委員會的時候 一併來討論 我覺得審議委員會 你盡快提了 我覺得這部分的客運業者 那中立客運業者 他的那個停車的場就在這旁邊了 那我也跟他洽行過 他說只要交通局願意的話 他們願意來投標 他們都願意來做 現在有家客運業是有興趣了 有嘛 但是要先經過客運審議委員會 審查過後我們才的公告 好那第二條路線 也是跟我們農潭平鎮有關係的 農潭三次頂發車 工業區發車 經農潭百年大鎮 然後農潭市區 然後到永寧捷運站 這條路線你們都審議過了沒有 平鎮的三次頂經農潭角落 經國山縣到台北永寧站 這部分呢 在上個禮拜審議委員會已經通過了 通過什麼時候可以那個 因為他們有些大廠有沒有 包括有些柯達資料 他們商務員工說 假如說他這樣的話 他台北來的員工 直接就可以坐車到三次頂公園區 他們覺得非常的方便 不然的話他們上班都很方便 因為審議委員會已經通過 我們這個月底前 我們會公告 公告就讓業者來投標 那你我覺得這部分 幾家廠商你應該可以去邀標 他們會來投了好不好 好 局長這部分就本席今天總事先 就這兩條路線 從民族路到桃園火車站 包括這個從山子頂有沒有 我們農場跟平鎮的生活圈 能夠把它拉近起來 好不好 這部分你就要認真來推動好不好 是 市長最後下幾分鐘 本期最後就是 我知道我們要推動農博 包括我要提的 謝局長他也蠻支持 就是我們三合三水地區 申請我們桃園市第一個 這個休閒農場 有沒有 我也去看 請農業局員去看 參考看那個 我們新埔九瓊湖那種 其實做的蠻成功的 那我覺得就是 現在我們要推農博 那我想說我們農場是 茶葉的專區 這休閒農業專區把它做好來 申請過好來 然後我們再搭配高原高頻 這個觀光的一個茶葉專區 那市長你現在推動別二高 加入到那個地方 然後我們來到農潭 我們農潭 我們農潭是全桃園市 唯一種茶面積最廣的 他以後加入到 兩年後三年後 你開通了以後 你上來 我們就可以到達茶葉專區 也可以看到 到我們環教場所 我們的這個農業 休閒農業專區 包括這次農博 我知道農博 可能有一些預算 有些經費 有沒有可能這個部分 因為市長不可能說 把茶葉搬到新屋去嘛 對不對 假如說可是這茶葉 是我們農業一個 蠻重要的部分 有沒有可能說這部分 是它的一個場域 假如這次有這個經費 中央有益助的話 我剛剛推動幾個的 我們三下水的 休閒農業專區 包括我們的 觀光茶葉的一個專區 搭配別二高 加油道的興建 它是一個非常 這個數百公頃 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專業的 一個農業的場所 市長這部分是不是能夠 不管是農業局也好 甚至於其他的單位 合在一起 我們共同來推動這件事情 好 我覺得 那個照良意願的質詢 是很有價值的 因為這農潭的三河三水 這算茶香 那這邊結合像高原高坪 現在這是一個整體來說 是一個最好的休閒農業區 對啊 包括你又要推 市長 你又大力的支持這個交流道 對不對 第二交流道 開通之後 這裡交通會變得很方便 所以我想這個休閒農業區 現在我們正在跟農委會爭取當中 那如果通過後 我們還會增加很多的設施 那這裡本來其實已經有些水保教室 有些我們茶香的一些文化活動 包括我們農業局客家局都在這邊有活動 我想這裡要整合成一個計畫 把這四個里 三河三水高原高坪 在這四個里的所有的計畫整合完畢以後 我們才知道怎麼推這裡的茶香觀光 市長 我的想法 市長你看看 我們國外的旅客或其他人來看 我們單單做一個鳳梨書 他就可以有一個觀光的工廠 那我們的小朋友 包括我們的觀光客 他來農場說你農場做茶葉 可是我想看一個像樣的工廠 整個製程是做下來怎麼樣 可是我們都沒有辦法 是說請農業局這邊 包括市長我們什麼想法 就是說我們OTL 他也會有茶工廠的體驗 茶工廠的體驗是怎麼樣來輔導 譬如說我們民間來開發 我們委託他經營 包括我們一些國外的觀光客 甚至外國觀光客來討論來看 最起碼說我們是由我們農業局來輔導的 包括我們客家元素也加進來 我們讓他真的是有一個地方 當然這不是一處可乘 但我希望說利用這一次你農博 我們農博要推動這個部分 怎麼樣把茶葉這部分納進來 你又有非常好的交通動線 未來三年就要開通了嘛 這部分是不是我們來做 假如說農業局力量不夠的話 是不是應該把成績拉高一點 請參事或參議員來共同 我們來共同把這事件把它做 事實上是在我們在推動這個休閒專區 三合三水的地方 因為整個都是水土保石區 他這幾年來講是一間農舍都蓋不起來 因為怎麼樣 他蓋水土保石的錢 會比他蓋農舍的錢還多 所以他們一直建議我說 議員我們要推這個 他最起碼有個30坪的那個農產品的展售點 是簡易型的 他可以蓋 他不違法 那農民都希望這樣子 休閒農業區比一般的農地好用 我知道 他可以蓋到20% 當然好用 所以他們希望這個 也希望市長你的支持 現在我們應該是九月份會 會送給完成規劃 我們預定 預定應該是明年提出升級 市長 這個就要趕快了 市長這一定要支持 雖然他們人口數算不是很多 可是這一定要他們希望市長這邊來支持 讓這個休閒專區把它帶動起來 我們台灣醫師他是第一個 我認為他是最成熟的 而且也是最容易通過 我想議員的建議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說 大北坑這個 包括整個那個山水山河地區的 休閒農業區 茶廂的體驗 要把那個做茶體驗把它加進來 那這個部分應該也有 也有讓我們的孩子去那邊旅遊的時候 做中學 市長我想說今天這個時間 這個議題喔 希望剛才你都有些 有些有答覆 有怎麼樣 當然牽著到有些金面上的問題 希望你能夠取決定的 好 謝謝 請坐 我們中場休息十分鐘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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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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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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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我们会 我们要兼顶 告訴老百姓說困難在哪裡 不必因為我想不必浪費大家質詢時間 因為這個路段只有50公尺而已 他就平底路段 那有捐贈無捐贈要不要徵收 釐清以後確定要做不做 因為這一段有打通增加車流沒有錯 但是他是計畫道路 計畫道路打通有他的價值 那原來設計就是 他只差中華路一小段而已 那我想最短的時間內把決策做出來 好拜託謝謝 那農業局我想請問一下我們農業局長 最近跟我們都發局的息息相關的 就是說我們農地使用 這個農地使用違規的問題 那這裡有一封 我想信你應該有接到一封 民眾的對你的陳述 他說他這個房子是舊有的房子 以前古的地方 建的古屋 頭前的住店 你們現在都視為違規使用 要罰款還要恢復原狀 那這個部分 我想他們也給你的陳情 你應該有收到一個 一個江信民眾的給你的陳情 那你看了這個陳情以後 你認為這個應該要怎麼處理啊 我認為現在農社的新建 新的規定我們一定要嚴格把關 那以前就有的違建 我們也自己也給自己一個期許 就是說不為難民眾 住家使用的部分 我們也盡量再協助 這個等於是 協助民眾再繼續的這個使用 那為什麼最近有很多這樣的情形發生 尤其是鄉下的這個舊有的這些農宅 農社民宅 報告一座 我們農業局會會同都發局 來現場會看 我們會鼓勵他來辦理容許使用 我們才去認定這樣 那你們會去協助還是要罰款 可是這個罰款聽說不能不繳耶 沒有沒有都是叫他補辦 確定喔 因為他們現在有跟你們詢問過說 罰款不能不繳耶 我想這個上面都是曬股場啦 停機車啦機車棚啦 我想這些都是農用的 大家體恤一下 這個我想我來說明一下 農地上面做農業使用的設施 都應該想辦法輔導他合法 這是大方向 那但是不代表說農民我們蓋了 蓋了倉庫 蓋了曬股場 蓋了農機具的儲存的倉庫 那就是因為我是農民 所以我不用申請 這樣子會也會衍生出別的問題 所以如果一旦 那他沒有尋求輔導的話 當然被檢舉了或地震單位會去開罰單 我想如果有這種類型的案子 請我們農業局跟區公所 區公所不是只有扮演查報的角色 也一樣要輔導 這種小型違規事件面積也很小 盡量輔導他朝向合法的方向 我想這個才是正途啦 那市長既然你講到區公所的功能 我這裡有一個建議 區公所在查報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直接的輔導 只要回覆給我們這個 我們的市府說加強列為輔導 一定 我覺得他們現在是照單行事 我們現在的區公所的功能 區公所他去查報 他查報的是他的職責啦 但是我現在講說只有查報不夠 那當然知道這些案件之後 要就實際來認定 因為有行政裁量權 那他是小型違規事件 假如說他只是做農業使用的倉庫 我們要盡量想辦法 不要 你現在是看到罰單以後 議員質詢農業局才知道 那我想這個部分 這種小型違規事件 要以輔導優先 那這個部分農業局 再回覆給我們都發局的時候 局長是不是 不過如果是行政處分做出來以後 能否撤銷 這要請農業局再研究一下 對啊 所以農業局直接就回覆給我們的都發局 你現在問的是一件單一個案 沒有 這個案件很多 沒有 你剛 農地違規案件很多 但是你講說這個是拿來做農機具的倉庫 這種案件不多 坦白講大部分違規是不是來做農機具的倉庫 因為做這種倉庫的會被查報的很少 但目前啦 我們農族的三個案件 他這個有做曬股場使用的 現在這一件是農機具使用的 另外一個部分 是因為他 他去的殘域 他就是要處理 所以他 他是怕老婆頭 沒有錯 但是我是覺得我們要試實際情況 也不能讓這些農民 無路可走 如果這個情況 如果他是一個農舍 他必須要有出路道路 我想農業局地震局 都應該衡量實際情況 違規就該法 這個部分 不要把它當違規使用 為什麼 因為他 你總不能說他的出路的農路 不可以打點什麼 不能這樣子要求 所以我覺得這要實情來衡量 那這個請農業局地震局 我剛剛講的就是 依實際情況 農舍的出路道路 沒有建立規則 農舍的出路道路 他就算是 我們要把它視為 他的農舍的必須設施來看待 謝謝市長 謝謝市長 這麼體恤我們農民 那我請我們三個局處 稍微研討一下 你們現在已經開出來的行政處分 該怎麼處理 來給民眾一個交代好不好 這個部分 再拜託大家好不好 好 謝謝 那社會局長 我想請問一下 那我們一般 現在有很多 我們的居家看護的問題 這個 譬如說他請的是外籍的居家看護 那時間一到的時候 他必須送 必須回去 他這個 要必須離境 那離境的時間 不可能坐飛機是三天兩天 都是要一個月以上 那一個月以上 要銜接這個部分 銜接的部分 那可以來我們這邊做一個申請 還要 要排隊嗎 申請單 是的 我們在衛生局那邊有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他有照管 提出申請後 照管專員會到家裡去評估 評估之後再來核定 核定看給予這個怎麼樣的服務 居家服務是其中的一項 大家看給予多少時數 有25小時 50小時跟90小時 根據這個所謂失能評估的程度 是輕度中度還是重度 來分別給予這種補助 那又根據經濟條件 比如這個25小時或50小時或90小時 他有在低收入戶是全額由政府補助 然後在這個 中低收入戶是補助90% 然後一般戶 就是一般非低收入中低收入 也有補助補助70% 政府 我想看護的工作非常重要 一定是重症才需要24小時的看護 那看護離開說 你剛講的整個程序 我想請問一下你需要多少時間 這部分的評估 在那天我們蔡局長說 大概9天到10天左右 9天到10天左右 我希望能夠儘量縮短 因為民眾反應說 將近要一個月 那個外籍的看護都快要來了 我想這個看護的工作 是很繁重的 那也需要專業的協助跟處理 我希望說在這一方面 我們可以協助這個 把時間 我們時程盡量縮短 來便利民眾 來方便照顧好不好 是的 這個部分我覺得非常重要 那我另外再請問你 上次那個海湖的案件 海湖的那個救助的部分 你們應該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請社工 到時候給我一份報告好不好 是的好 那個案的問題我們在相關的資料 據我知道是還沒完成 是的 那還沒有完成 只有做緊張救助的部分嗎 的部分嗎對不對 是相關的個案的資料 我們再給一桌提供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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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鄭市長 文燦市長 另外我想代表我們盧竹區的所有區面 拜託一件事情 你對盧竹區最了解 在南竹路二段 在大清盛市要通往盧竹銜接的地方 我們有一座沒有名字的橋 從這個用了幾十年 在我當代表的時期 就已經列為為橋 等一下我會把這個相片 來贈送給你 給你參考一下 就已經列為是為橋 但是在去年 我這個當議員之後 我也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 那我也提出 我也有提出來 這個公務局長應該有印象 這個為橋部分 我們也去做過會看 我們水護局也有去過 那有一部分是私人土地 那我們在區公所 也有經過幾次協調 因為私人土地 這個架構的問題 所以沒有辦法達成 可是這個為橋 我們不能一直這樣擺著啊 因為很多人在出入啊 那我們的大型消防車 沒有辦法進入喔 那我現在有一個建議喔 有沒有可能說 我們只把橋面 我們橋面喔 這個已經修補過一次了 去年就修補了 那還是又損壞了 那我們是不是為了安全之餘 把我們的橋面拓寬 路不要拓寬沒有關係 就是把橋面拓寬 來 既然要重新來做這個規劃 有沒有辦法只先做橋面的部分 這個是工程基礎問題喔 那個 您說的這個橋 如果必須要改建 那當然按照規劃的方式來進行 那如果土地取得有困難就要克服 那如果土地無法取得 有沒有其他替代方案 那這個再請那個水護局來研究好不好 好 因為這個我沒辦法說 技術問題在這邊直接答應 好 那我希望大家盡量想辦法啦 不然的話就是把 很快就會把橋封起來 也許有更好的建議案也不一定喔 就這個案子 研究看看啦 因為借用他們專業研究看看 郭議員的質詢呢 我們請水務局跟公務局研究一下 看什麼方案是比較好的方案 那還是要積極的去進行 謝謝喔 那個衛生局 衛生局 恭喜你們喔 聽說你們這個表現 你們得獎了是不是 得什麼獎 我們到土地計畫裡面的優等獎 優等獎喔 是 真的很高興啊 但是最好裡面有時候也有不好的時候 我想給你們一個建議 我們的這個積查 都是我們本身局內的積查 是不是 是 局內做積查 那你們面對業者之後 業者對你們的現場 對你們提出的意見 你們會不會接受啊 會 我們會做到參考的依據 會做參考的依據喔 是 那我想請問一下喔 在1月15號 你們到南崁路二段喔 去做這個積查 這個 深紅食品 深紅餐飲嘛 長長久久是不是 是 做積查 那業者的陳情喔 他積查的所有項目 他做改善 那1月15號你們規定是1月20號 五天內要做完改善 那天花板的部分 他在現場告訴你的 警察人員 我已經 諸約到期 我不做了 其他的部分 我都可以改善 但是2月份 我就要遷離這個地方 所以 天花板的部分 因為要經過管委會 經過我們的 這個房東的許可 所以這個部分 我就不處理了 有沒有告訴你們這樣的事情 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同學有表達是說 事實上我們按照風險的程度 給他改善期間 他基本上一直也有做一些部分的改善了 但就差了天花板的部分 但是因為我們按照程序的話 就說 你時間到沒改善 我們進行後面的處理 所以我們做一些採索措施 那你先聽我講完 是 你前面的改善已經改善過了 那唯一沒有改善的部分 你是不是 你們又通知他 2月16號 來你們的這個衛生局 現場 來做一個說明 親自來做陳述 他也告訴過你 我們已經頒了 這個部分我沒辦法做 那2月29號 你們還把這個採索書開出來 我並不是說違規不能法 剛剛講的 包括農業局的部分也一樣 我們去機查 你們不是按照條例 看到什麼就開什麼 也不是開罰開最多就是最優秀 企業在我們在地經營 我們是要輔導他去照顧他 那你2月16號叫他親自來做說明 2月29號還是把採索書開出來 那你16號叫他來的意思是什麼呢 用意是什麼 你有去尊重這個民眾對你的表達嗎 你們有列入思考嗎 你們有現場去做會刊去看過嗎 這跟議員報告 基本上我們會請業者來說明 是說給他表達一個就是說 為什麼沒有改善原因的機會的部分 那事實上他也會提供相關比如說 佐證照片佐證之類的 那必要是我們再去做個副刊部分來做處理 那這部分的話呢 因為後來我們是按照程序裡面 因為他原本就是改善期間沒有改善 所以我們做處分 那現在案子已經進行到 後面他行做數量這部分嘛 那這塊我們現在進行協助處理當中 好希望你盡量協助 我針對的不是一家 我希望說他有這樣的情形 想必外面有很多這樣的情形 那我是希望說 不管我們在其他各單位 你們去這個接受到民眾的舉報也好 或者例行公司的稽查也好 我們應該考量到現實他的情況 是不是符合你們的開罰 是真的違規黑心業者 我們就是要罰 我們不能放縱 我支持啊 但是情有可原 我們也希望體諒好不好 這個部分我想拜託一下 好 謝謝 另外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文化局長 我們在這個文化活動方面 我們這個一年多來 你相當認真也做了非常的多 那我想文化氣息的這種傳承去散播 都值得我們去支持 那我想這個做檢討也是有必要 那在這個我們的管理罵櫃桃 我想這一場辦得非常的成功 在我們的這個坑子外品位 在三角地區 我們付出了很多 也協助了很多 辦得也非常的成功 對我們這個整個傳統文化 寺廟宗教文化 確實是加分 那另外再有一場這個 我們的是寶貝劇場 是不是 在我們的光 那有沒有可能 我們在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你要不要加一個考量 就是寶雨的時候延期 我們一場這麼多錢 那在天氣不好 天氣不是我們能評估的 有沒有可能 我只是講說有沒有可能 因為我覺得說大家都很期待 那因為氣候的關係 不能說大家盡情的這個 享受你的美意 我想這個你有沒有這種 我可不可以這樣考量 寶雨的備案 我們如果是戶外的話 通常都會這個發雨衣 如果真的很大的話 我們也會考慮改期 但是我們那天根據氣象報告 國際的氣象報告說 6點以後就會沒有雨了 所以我們也準備了雨衣 然後也是根據國際氣象報告 來施行的 不過雨還是蠻大的 那天民眾很少 我就覺得這樣很可惜 可是7點半以後 還是來了很多人 這麼好的劇場 那你既然借用學校 他學校也有很大的禮堂 你有沒有考慮過說 以後借用學校場地 那我們如果天氣好的話 是在做戶外 那天氣不好的話 我們可以借用他的禮堂 通常我們藝術巡演系列 都是要求會在戶外 就是說其他的 譬如說是交響樂 或是比較小的戲曲類 我們才可能在禮堂裡面 像這種藝術巡演都是在戶外 那另外 那這個部分我想說 以後我們也列入考量 如果說可以延期的話 遇到大雨可以延期的話 對這些民眾來講 也是一個福音 那我想還有一個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一個 你們在辦一個街頭藝人的 這個 對5月14號 對 考試嘛 是不是 發給街頭藝人的牌照 那我想請問你 在我們上次環保局 在招聘這個我們的員工的時候 這個儲備人員的時候 最基本的儲備人員 這個研究所畢業 碩士學位都可以加分 那我想請問我們局長 那對於你有這個 有殘障手冊 有殘障這個 升級的這個民眾 來考試的民眾有沒有加分 目前還是就專業審查 那如果說藝人有這樣的要求 我們來討論看看 是不是 因為他們 我們現在還是就 那個評審的專業審查 如果有這個需求 然後量又大 我們再來 那個考慮看看 因為他們也是付出他們的專業啊 那我認為在這個區塊 我們現在桃園市政府重視的就是 福利政策啊 關懷弱勢啊 那在這個區塊我認為說 我們的加分 對參賽者來講 我們是鼓勵他 一種學習 好我們回去你就看看 一種表現 而且這個街頭藝人的執照 可能可以帶來他未來 另外一個謀生的一個深入 那我們給他的機會是鼓勵啊 但是也肯定他們的學習 我相信喔 這個對這一個表演者來講 對這個表演者來講 我覺得應該有加分的作用啊 我不是說叫你一定要加分加多 這是說一個制度上 我們來研究看看 因為網力不多啦 你對我們事務的形象是有加分作用 這是我的建議 我認為說 我們這個儲備人員都可以加分了 那這個街頭藝人的部分 他一定要展現他的專業嘛 但是對他的表現 我們有時候在學習 他能夠排除那個他自己的障礙 來學習 我認為這種精神更值得我們讚賞 跟鼓勵 好我們來研究 這個部分喔我想就拜託你 好不好 謝謝喔 那水護局長 那個藝座我可以報告一下嗎 那個環保局在招考清潔隊員的時候 我們對於聲臟的朋友 我們是設一個保障組 有個專組來招考 我們不是加分啦 但是我們是專組來保障 我剛剛講的是研究所的加分 研究所的加分 但是談到聲臟這個部分 我們環保局有設一個專組來保障 這個要給你按100個讚 特別說明一下 這個要按100個讚 你有保障名的這個部分我知道 這個部分沒有提出來跟你讚許 這個是我不對 應該吧 對啊 這個能保障我們這個 身心障礙朋友 我覺得這我會給你100個讚 真的 比這個研究所加分 我還要支持 謝謝 那水護局長 我想喔 這一年多來 我真的覺得你的表現很好 在這個我們很多水護工作上 都很盡心盡力 也在一直在改善地方的建設 那基本上喔 我們這個南坎西 在這個南興橋 我們的垃圾的這個 怎麼講 我們那個有一堆垃圾 你現在垃圾的這個 債運啊 清除 我們已經做差不多了嘛 是不是 我們現在是要做那個第二期 總共有四期 做第二期了 這個是累積多年喔 連相公所最有錢的時候 都沒辦法做的事情喔 你可以做喔 這一點我就很佩服你了 真的很稱許你 那另外喔 我也建議喔 可不可以喔 在今年度多編一點預算 在這個我們的中福普新西的部分 你今年也做了整治的工作嘛對不對 也編了很多預算做整治 那還有一些還有一段喔 還有一段就分段在做還沒做完 希望明年喔 你可以繼續把它完成好不好 是 可以嗎 對我們會跟水利署來爭取這個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對 最後分段把整條都做好嘛 是 現在你做了之後插那一段 下雨那一段 對 明年是不是也把它列入 這個整治計畫 把預算能夠爭取回來 編列進去 來做把它完成 那做在這個長青橋這個區段 我希望我們也編入一些預算 能夠做這個護岸的加強 護岸的加強防洪 然後希望是用造景的方式喔 因為這裡喔 大部分是長青內措 三筆出入的地方 那他們這個地方缺乏的就是綠色公園 那我們現在新政府主張的是綠色城市綠色生活 那我希望說可以借由這個 這個現有的這個天然環境 能夠像我們的中校西路 我們的中校西橋的這個河岸一樣 能夠把這個景觀做出來 又有防洪護岸的效果 還能夠讓這裡的居民百姓喔 享受到真正的這個綠化環境好不好 是我們在做這個相關的這個治理計畫 我們都還有一部分經費會來做環境的營造 所以這個部分我也希望明年喔 我也可以看到你們這個部分的成果 你可以分段來做喔 但是我希望說不要不做 總是要跨出第一步喔 尤其你現在的這個自行車步道做的連結性很好啊 而且每天傍晚喔 你如果四點多去喔 用的民眾非常的多 運動的民眾也很多 但是唯一美中不足 唯一美中不足的 我有通知你們的這個相關單位 就是在這個往大圓的這個方向 那一段的雜草喔 永遠是比人還要長 那只是在你們完成的時候清理過一次以後 到目前還沒有人去清理 那夏天到了喔 我想喔 這個蛇的引力喔 是民眾的一個顧忌 然後這個環境喔 讓民眾沒有安全感喔 我想這個部分喔 能不能作為把它列為喔 你給哪一個單位來做 我都沒有意見喔 能夠做定期的這個維護保養 這個既然你已經做 就是在給民眾使用 那你的步道做得這麼好 民眾都對你們這個讚賞有加啊 非常讚許啊 但是這個環境的維護 後續喔 我覺得比這個前續的工作還要重要 我們在南凱西的整個維護 我們每年都有編一千五百萬的這個 怎麼沒人做呢 一個整理 那有需要的話 那我們再跟議員會端來做加強 可不可以做定期的啊 不要這個草長長了 我再來通知你們 哪天我沒空忘了打怎麼辦 我們是有定期 那但是他的草有時候長的 比我們定期的時間還要快 所以我們就需要再增加這個 那就縮短時間嘛 好不好 草在長的時候就縮短時間嘛 冬天的時間放長啊 夏天的時間都縮短啊 是 好嗎 我想喔 這個開發 建設固然都很重要 日後的維護更加重要 好請坐 那我想喔 公務局長 這個三菱路的刨除加封也已經啟動了 那我想請問一下南公路的部分喔 你什麼時候啟動 易做你是講南公路是不是 對 富國路跟南崁路二段這一個區塊 這個部分我再了解一下 我們來現場了解一下 再跟您報告一下進度 好 我之前詢問過是說 四月底喔 嘿 你們就會 你們就會開飆出去喔 是 那這個部分我再了解一下 再跟您報告 我想這一個路段很短 那很需要 現在已經是坑坑洞洞了 人家常常在修補 我覺得這個都不是辦法 是 我想從我們小段能做的 先做 那整個陸屏專案要真正徹底做完 需要整個大家來配合 如果我們短期內有等待時間 我們會先做區塊修補 我們先把區塊修補 現在有些坑洞比較多的部分 我們先做區塊修補 我想那等待期也是 也會有用 那南公路請你們去看一下 好不好 你要怎麼修補 我不管 但是只要入屏就好 好 我們會來改善 一定要保持入屏就好 你給我修補 好 那另外那個上次會刊的這個 我們的新興街344項 函洞的拓寬的部分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環 那現在的是不是已經納入 跟我們的那個龍安街 是併案一起處理 一樣併案 我們現在總共整個議員 原來是剔除的嘛對不對 原來是有在評估 我們現在總個這個所有建議案 已經將近快超過70條 我們整個會這個納入排序 可是這個部分是很重要耶 我知道 龍安街因為之前 這兩個案子本來是併在一起的 後來是因為我們公所的作業上的問題 又把這個新興街344項拿掉 那天我們在4月26號 我們會看之後 不是說要併入處理了嗎 是是 因為謝謝醫師說 我們有去現場會看了解問題之後 也有我想民房的部分 我們還是要去配套處理 而且那個入口也是其實 都是瓶頸造成一些困難 我想這個經費比較是不高的部分 然後民眾協調的部分 民眾協調 我都協調好了 同意書都已經遞出去了 我希望這可以併在龍安街一併處理 民眾的部分都已經解決了 是 我希望這個部分 麻煩你費心一下 因為這個沒有併案處理的話 以後的公期是什麼時候 真的是一個未知數 對地方來講這個寒動的打通 非常的重要 我想這個部分 拜託我們市府單位能夠加強 因為我知道那天交通局也有去會看 那我們的交通局 我們的公務局 能夠各局 比方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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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林立林 林議員 時間40分鐘 請發言 謝謝 謝謝 謝謝議長 我們市長還有副市長 還有我們各局處首長 還有我們各位聯絡官 以及我們各位媒體先進 我們謝長穩議員 還有我們郭立華議員 大家好 好 首先我要來就教育局高局長 關於我們校長退休的一個問題 我們台北市今年有21位校長要來退休 但是人口數比台北市小的苗栗 也打算將近有21位要退休 所以說最近引起教育界廣泛的討論 所以說本席在去年的時候也有根據這個問題 來請教我們高局長 那所以說這個我們桃園市從101年到104年8月 有73位的這個校長要退休 這個退休當中呢 有10位是在於 73位當中裡面有不到55歲的就有21歲 21位不到55歲 進行退休的就有21歲 60歲以後的就有55歲了 所以說這個退休的這個年齡非常的年輕 局長你說是不是 是 是 那還有10位是在於51歲就在退休 其中當然也有包括我們龜山的這個大虎國小 還有我們這個福遠國小的校長 也都是這個51歲10個以內的 所以這個嚴重性非常的嚴重 但是我們教育體系要培養一個校長 是很不容易 結果這些校長這麼年輕就退休 所以說 所以說局長我想請教你 這問題出在哪裡 你知道嗎 去年我就跟你請教過 是 校長在50幾歲就退休的原因有很多 那我想第一個原因應該是工作的壓力 因為校長要面對家長老師還有學生 所以工作的壓力是蠻大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 校長要找他的工作團隊 是非常的辛苦 因為現在 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的意願是蠻低的 那第三點應該是我們退休金的制度 現在 退休金的制度 讓校長退休大概所得替代率大概有80% 那第四點就是有一些校長呢 他會開啟他的第二個事業 就是會轉往四部門去發展 不過這些校長是國立跟公立高中的校長是比較有機會 那總而言之就是校長要提前退休 這基本上原因是非常的錯種複雜 那以壓力跟行政團隊是比較重要 我有發現我們那個新蘭國中 在2001年就退休了 他退休的時候是52歲 只做了兩年的校長 做校長做兩年而已 五十二歲就退休了 還跟他接的那個校長呢 是張校長 也是做兩年 1803年就退休了 現在接的蘇校長是不是也要再兩年就退休了 蘇彥宇校長我們是希望他能夠留任繼續坐滿 因為如果兩年再換校長的話 對學校來講的話也會不穩定 對 其實這個都是我要突顯問題的一個所在的地方 現在我們的這個校長有流行一句話 他們現在都在九團退休了 流行第一任四守公權 第二任有責無權 第三任委屈求權 然後不小心就此躲公權 為什麼這麼多 我相信我慢慢的來講給你聽 希望說我最主要的就是說 要請這個市長 來修理 來這個 糾正這個 檢討校長的臨選制度的這個處理辦法 但是我要慢慢的講給你們聽 你們才了解 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可在 因為做一個校長很不簡單 培養一個校長 發揮的多少 而且呢 對學生 又是一種 又是一種 覺得說他沒有辦法說 得到一個很好的在這個學校裡面 得到一個很好的一個教育 對家長也是一種損失 對學生也是一種損失 對教育體系又是一種損失 所以說我就很用心的來這個研究下來 這個大部分的都是在55歲 因為呢 大部分都是能夠做到校長 大部分都是從這個主任上來 能夠做到主任大概都40歲了 40歲他當然要去做這個校長的一個這個臨選 然後呢他既然有心要去臨選的話 他就是要有這個擔當了 所以說他在於這個40歲的時候 到50幾歲的時候 才幾乎三任而已 十幾年而已 所以說對於這個教育職員是一個 非常的一個浪費 所以說他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說因為他感覺到說 有權無者 還有臨選制度時我們這個校長被敢委屈 還有年金這個改革制度 先提先贏 因為年金以後不知道怎麼改革 所以說他要先退先贏 所以說依據我們全國校長協會統計 大概在民國88年的這個校長臨選制度 大概全國有3000名的這個國中小的校長 將近有1700位的這個校長提檢退休 超過半數 但是全國各縣市開始 感覺說我說 哎呦怎麼這麼多心呢 這個校長怎麼退休 退得這麼早 所以說我在去年 去年質詢的時候 我就有提過這個問題 所以說 要怎麼改善一個方案 局長你有沒有想出來 是 我們是希望能夠鼓勵 GU的校長能夠繼續奉獻服務 雖然我們現在校長 徵選的情況 算是蠻激烈的 因為 國中校長的徵選 大概錄取率是7.5% 那國小校長的徵選的錄取率是11% 那代表說 想要當校長的這個老師主任 還是蠻多的 那麼不過 我們還是認為說 這個校長如果辦學GU的話 我們還是盡量的去留任 他們也很喜歡當校長 給他們更多的資源 所以說 他們也一直的要去考試 或是去爭取到這個 當這個校長的這個 這個機會 但是呢 他們往往大概做主任 大概做了兩年之後 他們就去當校長 這兩年當中呢 他的所學也不多 然後就去當校長 當校長就當沒多久的時候 他又要退休了 那像這種我們是比較不鼓勵的 是啊 是不鼓勵啊 所以說 還有 就是有一個福豐國中的校長 宋慶偉 在媒體投書 校長受限於常態邊班 難以實施 實施視性教育 第二個就是 零體罰 對輔導跟管教 明晚不不寧的小孩 所以說他很難管教 還有就是 取消早自習 讓校長承受需要找到學校 孩子重大的責任 還有最主要有一個統合四島 多如牛毛 牛毛 重疊性高的評鑑 讓校長 疲以應勿 忠措生找回來 讓校長在無淺的情況下 難以安置輔導 第六個就是說 少子化的失衡 所以說 讓校長必須提早 為這些超額的教師找出路 校長臨選制度 讓校長受傷 就是說 因為校長臨選的制度 當然有三個校長 三個家長委員代表 還有我們的教師代表也有三位 但是這三位 但是這個校長 如果要候選的話 這個臨選 臨選員 可以請他來做一個面談 所以說讓他的背感壓力 也背感覺得說 顏面讓一個老師來幫你這樣做 而且就是說你在學校表現得如何這樣 都也列在考慮之中 是 跟一座說明 雖然臨選辦法裡面有提到說必要時可以面談 不過去年我們的經驗是對留任的校長 我們都非常的清楚他的辦學的成效 所以基本上來講這一點是我們是沒有去刻意的去這樣做 所以說我要請教高校長 高局長 你這個你要怎麼做啊 怎麼怎麼做才好啊 是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希望對學校的行政作業能夠簡化 減少那些文書的作業 讓校長的壓力能夠少一點 另外校長們比較難以處理的問題是 比方說他們不是他們的專業 而且像重大工程的校舍的這個興建或是改建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要請公務局幫忙 像重大 現在重大工程如果是2億以上的重大工程 我們原則上還是請公務局來協助處理 像大園國中的興建案 我們就是由公務局來協助辦理 所以說問到這裡我想要請教市長 根據我們這個升格後 適用的這個桃園縣國民中小學校長 臨選作業要點 臨選校長時需先成立這個臨選委員會 臨選委員的包括校長三個人 家長代表三個人 教師三個人 這些臨選委員可以查訪校長候選人 服務學校的各項表現 得以跟候選人面談 所以說如果校長因此 而覺得被臨選過程很受到委屈 是不是你覺得說 是不是給他回歸到原來的官派方式 好不好 這個校長臨選跟校長評鑑的制度 這個也有助於讓校長 可以把他的辦學理念 他的學校治理的方式 清楚的說明 那目前校長臨選已經是全國一致化的政策 那包括家長團體 教師團體都可以參加 那我們會注意到說 這個機制呢 不是說讓校長變成被質詢的對象 我想不是這個意思 反而讓校長充分展現他的辦學的理念 那我們現在退休潮 那個去年 去年退休了17位 今年55位申請 但是最後只有20位送件 所以今年跟去年是差不多的 並沒有今年特別多 這個也要讓議員知道說 實情是沒有特別多 現在考校長也很難考 那你講的宋慶偉校長在問的問題 他說校長難為啦 他說要常態邊班 又要搶升學歷 要這個不體罰 又要好好管教學生 那要這個取消找自習 又要拼這個成績等等 不過我覺得這不是只有桃園的問題喔 那個這個常態分班這個是教育部的政策 那禁止提罰 這個也是教育部的政策 那另外兩個 我們並沒有取消找自習 我們早上反而推動寧靜閱讀 只說早上不要全部拿來考試 我們只要求統合四島 現在已經把它降低了 教育部那些業務減量 我們也朝這方向做 所以那個宋校長我也很熟 我知道他認為說 實情跟他的校長治理有落差 那這一點我們會多去瞭解 市長你有沒有覺得說 因為為了不要讓那個校長那麼早就退休 那我們現行的這個桃園縣國民中小學 這個校長臨選的作業要點 是不是應該要修改一下 議員建立改成有四沒有臨選機制 那沒有臨選機制要如何建立客觀標準 這個也會有很多爭議 除了說沒有臨選機制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 我跟議員說明 我們也有稍微做一個修正 就是說能夠讓曾經擔任校長的 他可以再回任 如果他我們需要接種他的專長 但是他想要退休了啊 剛剛校長也有講過 他認為臨選制度不好 其實好的臨選制度也給校長一些鼓勵 坦白講要看這個制度如何運作 我想臨選的過程 那就由我們專家 臨選的過程我們會注意到 這些家長代表 教師代表 校長代表所提出來的問題 是否確實對於校長表達他的辦學理念有所幫助 我想臨選不是說拿來考試罵人 但是我也不太贊成在這樣子 既然你要來考校長的話 你就要有這個擔當 就要有這個尷尬 不然你就不要來做這個校長 你還在那邊講那個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 什麼我們就是要給他們退休或是怎麼樣 覺得說他們很辛苦或是怎麼樣 你要來做校長的時候 你就知道做校長很辛苦 做很辛苦 你紀人要去考試 你要去臨選的時候 你就要有這個擔當了 所以說我是認為說這個為了要製造雙贏 所以說最好就是做一個這個修改一下 不過這個也有牽涉到中央的法規 他容許他提早退休 如果不抵觸的話 但是他還有一個說 就是說如果他想要提出來的話 我們裁員夠用的話 他也可以讓他退休 但是大部分一般都是夠用 都給他退休 不一定 那個老師跟退休也是會遇到 校長 校長跟老師退休遇到裁員的問題 不過我想這樣子 中央對於這個校長 以及教師的退休的問題 應該有一致性的做法 因為容許提早退休 那當然他認為法律給予他一個 他要開創人生的第二春 或者他想享受退休以後的生活 這是個人的選擇 但是培養一個校長不容易 一個辦學認真的校長 有經驗的校長 我們還是要想辦法把他留下來 好 最後我要提醒這個市長 那個 因為這個校長提早退休早 是一個現象 現在各校找不到 找不到人當主任 行政工作都落在這個新的老師上面 因為校長退休的關係 許多校長 差不多做大概兩年到三年的主任 他就去當校長了 所以說整個學校行政都落在一群新的老師上面 所以說我們要面對沒有經驗 但是又要對政府還有家長還有社會各方面的壓力 所以對這個校務教務的推展 產生很大的一個障礙 造成這個基層這個校園行政的空洞化 還有目前這是目前最重要的一個教育的危機所在 我請教育局了解一下 在這個基層的教師兼任行政工作 都是菜鳥當 還是資深的也有當 我請他了解一下 好 就是說 又是要防止說 為什麼這麼多的一個校長要急著要退休 我們也可以個別去了解說 為什麼校長想要早一點退休的原因 謝謝市長 謝謝機長 接下來呢 我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照顧的一個議題 衛生局副局長 這個齁 我們龜山有一個華雅裡面有一個孟之湖對不對 孟之湖來工廠 日間照護 日間照護 日照社會局的業務 對日照中心 這個在1月的時候就開幕了 那我們市長也有到 這也是我們市長的一個政見 一區一日照 這個但是齁 他在這個我們大概六 就是針對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 是佔了桃園總人數的大概百分之九%左右 所以說大概有二十萬兩千人 我們龜山 統計 因為我們有老人會這樣子算一算 超過六十五歲以上的有一萬四千多人 所以說齁 呃 我是希望齁 那麼多我們龜山的老人 也這麼多 我們希望說能夠多幾家 多幾家像這樣子的這個 孟之湖的這個來工廠 那孟之湖來工廠開幕的時候 谷局長你好像也有到嘛 是的 所以說我想請教谷局長齁 你這個這個孟之湖來工廠 日前照護齁 最多可以容納多少人 30個 30個人齁 是的 那不多齁 對啊 現在目前到現在收了幾個人 目前是七個 因為他開辦 4月13號我們才准以他開始收案 所以到這個時候一個多月 收了七個個案 好 那接下來我要請教 我不知道請教你還是請教我們這個 新聞局局長 你這個新聞稿有指出齁 孟之湖來工廠的日照中心齁 是由市府委託來德文教基金會辦理 聽起來聽起來好像是我們市政府辦的日照中心齁 但是是委託來德文教基金會在經營的 但是我們的財訊 財訊也是算說 非常有可信度的一個 一個雜誌報導 他說孟之湖來工廠 是由來德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去日本考察 跟那個日本的那個孟之湖 日照中心洽談數個月才引進來台灣 是萊德公司 萊德公司我們都知道 電視公司 花雅公司 這站 在一個層樓裡面 設挪出來做改造 做這個 就是像複製像日本的這個孟之湖的經營模式 還有這個設備 加上萊德自己創新的這個科技增加服務 所以說我想要請請問一下 你們兩位誰可以答覆我說 這個孟之湖這個日照中心是似乎委託這個文德 是委託這個萊德文教基金會辦理的 跟一座報告 就我社會局的這個日照的業務 它是這樣子 因為在中央它有一個所謂日照的補助的要點 所以它這部分是可以接受這些所謂的非營利組織 就是民間的團體基金會等等來承辦 所以這個案子是我們公開去上網招標評選 講到這個回營利局長 它要收錢 是的 當然並不表示說非營利組織辦的都不能收錢 那這部分它的經費就是有一些 我們是補助這個開辦的一個單位 委辦的單位 比如萊德文教基金會 那在它的開辦費 還有我們它這個所謂服務人員 它按照這個比例學歷在這政府 也有給它一定的一個人事費 服務費的補助 而至於那個使用者 我們就按照長照十年計畫當中 有給予全額補助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百分之九十 或者一般戶是補助百分之七十 講到這個補助的話 我們的這個財訊也有講 講說 來這裡的話可以補助這個 一萬一千兩百塊 但是呢我們的市政府說 對於這個重症的話是補助八千塊 那到底是多少啊 就是說它按照因為日照 那這差三天多 快是從哪裡來的 哪裡可以申請啊 不然的話我們的這個 財訊報導上面寫 一萬一千兩百塊 但是我們市政府只補助八千塊 這樣是不是 那這個就說按照那個長照計畫 它比如最高補助有九十個小時 比如一個小時是兩百塊的 這個照顧服務的費用 兩百塊你九十個小時 就是一萬八 所以它也是最高五十個小時 那有時候核定的補助的時數是不一定的 這個怎麼算我們不要去討論 這個你們自己在 這個不要再用這個時間 要去到底是怎麼樣 如果是這裡有錯誤的話 或是財訊有寫錯誤的話 我們衛生局 衛生局啊 這個是你收費的吧 這個不是社會局收費的吧 社會標準是由社會局訂定的 社會局收費的 那你是收費的嗎 不是收費的 製造中的社會不在衛生局這邊 那我禮拜六辦了一個魔法母親表揚 他推動那個日照啊 那個是衛生局去講的 我們當時講一些日照照顧一些基本的技巧之部分 那這個新聞局局長 那你到底是 到底這個基金會是 是我們委託的嗎 是我們社會 是我們市政府委託這個 來的文教基金會的嗎 剛剛社會局長已經講得很清楚 那議員講的這個日照中心 是這個 市政府有寄這個桃園區啊 這個平鎮 陽梅等地區 五個日照中心之後 第六個日照中心 這個我來說明一下 他那個 所有的日照中心都要申請 那我們有給開辦費 那也有這個 差額的補貼 那收費標準的話 是按照每個小時多少錢 那中重度或低收入戶還有不同的補助 那這部分我請社會局 把這個收費標準給議員參考 那不過剛剛議員特別提到說 那麼我們是一區一日照 但是將來不會限定在一區一日照 我們日照中心的規模只有到三十個人 那我們有可能一個生活圈一個 所以目前喔 我有打算在龜山 那麼這個給他這邊家 有考慮在社日照中心 那也要有適當的場所 那這些機構不管是非營利組織 不代表他不收費 他收費標準是要我們定的啦 那至於說這個 來的文教基金會 他怎麼去宣傳 是否有跟事實不符合的部分 我請那個新聞局去了解一下 新聞處去了解一下 如果說有事實不符的話 我們要新聞過去 因為收費標準 收費標準必須要符合我們的規定 不然的話 那個民眾不是會怪我們市政府 不是怪這個來的文教基金會 不過這個都是委託啦 其實我們也是鼓勵 那市長 各種基金會去設立日照 市長我在這裡就是說 要請你齁 就是齁 一區齁 拜託的不是一個行政區啦 一個社區啦 不是這個社區 是一個生活圈啦 拜託的 請說我們去山有三十個社區啦 三十個你三十個社區啦 麻煩做這個三十個社區 因為齁 我知道這樣做出來 整個桃園可能好幾百個日照中心了 可以委託也好啊 因為現在真的很需要這個很多啊 因為成本很高 那個我們齁 一個生活圈一個齁 這個要到達這個標準 就要做很多年了 一個生活圈 比如說大平頂一個生活圈 龜山街上一個生活圈 我們現在這個都是複合式啦 對於說失能啦 失智的齁 這個是採用複合式 我覺得是很好啦 齁 但是現在我們也有一些 這個精臟的部分 齁 其實齁 一個家裡面有一個精臟的部分 齁 比這個 失智 失能的老人 精神障礙的部分 跟這個失智 失智啦 或失能的 像是照中心處理的 是失智、失能 那每一個設施 有點小小不太一樣 那精神障礙呢 另外一種情況 這個是複合制的 我知道 就是失智跟失能的 就是十五歲以上的 但是現在也要強調說 這個一些精神問題的也非常的多 希望說 是不是可以 也來做這個康復之家 康復之家 那就是說 你就是教他一些 教他一些 不要說只是專罪於 這些六十五歲以上的 因為現在的話 這個 比如說像那個 殺童案 那個也很多啦 或是說這個 情殺案 然後造成 他拿刀子殺人的 或是症結這一種 都很多啦 所以說我是不是 請市長也 也重視這一點好不好 好 這個 精神病患的那個 關心照顧 包括那個 有居家照顧的 也有那個 到安養機構的 那這部分 也請我們社會局 會有跟我們議員說明一下 好 謝謝 謝謝市長及各位局長 請坐 接下來呢 我這個就是交通問題 大洞山的拓寬道路 市長 前任的這個縣長 吳之洋沒有辦好 做到的 你做到了 大洞山的拓寬 所以說 因為大洞山的拓寬 因為民眾一直陳情 那個吳縣長時候都一直陳情 因為有 上面有中速道院 的道親非常的多 還有我們一些民眾 還有去這邊 因為 這個大 因為大 中速道院是在我們大洞山路 111號 這個市長你也去過嘛 你也了解嘛 所以說 需要大洞山的這個 拓寬 因為這個 路太小了 所以說需要拓寬 但是呢 這個市長啊 去年 六月到現在 我不曉得說 現在程度 這個進度到底辦理得怎麼樣 現在做工程設計喔 好像有兩案 一個是拓寬成八公尺 那另外一個是現況 結彎取值改成六公尺 那請我們公務局來說明一下喔 這個瓶頸路段的那個拓寬 到什麼進度 好 不好意思 有關於 也謝謝您的這個 這個支持本案喔 這個案子才能夠把它順利去推展 那 目前因為它瓶頸那個地方 要結彎取值 跟這個 跟這個坡角那個地方呢 現在設計目前正在正在修改 我想這個修改完之後 我們就會立刻 呃 來去做後面的工程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發包 然後去施作 因為它的坡角那個地方呢 還需要去做一些去調整 需要做水保嗎 呃 這個 山坡地部分還是要 還是要去處理水保的部分 那什麼時候可以拓寬好 這個拓寬好的話 我們現在 這個工期的部分呢 我們現在還在做最後的去評估 好 希望說我們公務局這邊 已經委外設計評估中 速速辦理啦 是 對啦 搶一下進度啦 那個 如果已經沒有什麼困難的 就是方案的選擇嘛 六米或八米 那選擇好以後就趕快推動 是 好 謝謝市長 呃 那講到這裡的話 就是講到我們這個 托阿堂的 有一個大洞山峰景區 就是現在這裡 我們這個大洞山路嘛 大洞山峰景區 楊局長 你了 大洞山峰景區 大概有 這個占地有100公頃 涵蓋了這個龜山 還有新北市的樹林還有鷹哥 這個擁有豐富的這個觀光資源 擁有多條的這個休憩的這個登山步道 像我們托阿堆步道也有 浮遠山步道也有 心靈步道也有 都很齊全的 雖然這個都是私人用地 但是他們都願意讓民眾來走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 呃 還有說 還有我們騎腳踏車的啦 還有觀光農場 還有寺廟 寺廟公堂 非常的 寺廟之旅也可以啦 還有這個能泉 還有百年老樹 榮樹 所以說這個是很自然的一個風景區啦 所以說很具這個觀光價值啦 我們這個交通部 觀光局 在100年的時候就編有一千萬 進行這個大洞山的風景區開發 但是到現在 這個大洞山的產業道路 只是4米到6米 如果依據當時的這個規劃公司規劃 發展觀光這個大陸需要12米 所以說我是希望說 市長啊 你可以重視這裡啦 不要老是重視這個 湖頭山啦好不好 湖頭山也在龜山 一樣要重視 那大洞山因為上次提議 那因為橫跨了 鷹哥樹林跟這個龜山 它是橫跨三個地方 那我想這個事情 應該要跟觀光局來呈報說 這裡有無可能發展 成為一個新的風景區 為什麼呢 道路你們會覺得說道路小 你看去拉拉山也道路很小 但是它在轉角的地方 它畫一個比較大 會車的時候就可以過了 你看是不是又可以增加我們的觀光景點了呢 如果能夠做設施的改善 我們盡量要做啦 那是不是發展成風景特定區 那是變成都市計畫 跨區域的都市計畫 而且當初有做一個期末規劃 包括這麼大本 已經都做得很好了 但是一直都還沒有執行 好 那個議員的質詢 我們就原來的大東山 整體的發展方向 我們在研議 以我們現在能做的優先 那如果說中長期的發展方向的話 跟觀光局來溝通 好 謝謝市長還有局長請坐 接下來我想請教 我們這個桃林鐵路 都已經規劃好了交通局 水護局 是這樣 本來都合包已經都好了 也要來做自行車步道 好 現在再來一個 做一個湘寒 好 湘寒現在也在做了 但是呢 你現在在做的時候 又增加了一個自來水公司 又要埋設管路 但是現在在做的時候 自來水公司還沒發包 是不是要等你這個水務局 你做好的時候 驗車完的時候 再來挖一次 自來水公司再來挖一次 挖了 再驗收 驗收了再挖 我們民眾會受不了 而且這個路經哪裡呢 路經你的這個 建國東路還有山陰路 那車流量都很多 衛生工業區都很多 我們不容許這樣子 一直在這個環路在做 你有沒有辦法說兩個一起做啊 自來水公司跟這個 跟你們去協調有沒有辦法 我們在4月27號已經跟自來水公司 還有金發局一起來開會協調 結果怎麼樣 那只有挖一次 那因為有兩段 在山陰路這一段 分紅的話是我們的 香港在下面 市長你可不可以保證 在這裡跟我們保證說 同時做 不要挖了又 其實我們比那個中央有責任感 所以我們提早開會協調 自來水工程的主幹管 一個工程 我們水務局有兩個工程 山陰路的分紅跟那個 大塊溪的分紅計畫 那我們有開過協調會 兩個管線的高層不同 那已經開過協調會 希望一次試做 好一次試做 謝謝市長 那就是不會挖了再 挖了再驗收驗收挖了 謝謝市長 這樣子的一個承諾 那個就到106年 106年已完成 我們要請自來水公司配合 因為其實這個案子 為什麼我們沒有去做 地面上的自行車 或者是我們的混合車道 是因為在等自來水公司 不過我也要跟大家說明 自來水公司買的主幹管 一樣是要供應 跟龜山大塊可以跟南崁的用水 那五年遺憾 要提早把這個幹管埋設好 但是市長 這個南崁溪這一條 只是他的水務局 只是到南崁溪而已 自來水是 是那個還要再經過 不用我們的那個水務局 不用那麼長啊 對對對 水務局是兩個分流計畫 要用到這個路廊 因為要找別的路不好找 所以把它合併在一起施工 已經協調完畢了 那工期這樣有點不一樣 我們請他盡量的再 再分別的工期完成 但是我要請教交通局局長 你什麼時候可以讓我們自行車步到 答案就好快點 106年底 那個自來水跟分紅香行完工 我107年的年初我就發包 可以做多久 要做多久 我們分三個路段來做 一個路段大概是一年多一點 一年多一點 可不可以我山營路那邊先做 我們可以配合優先施工 優先路段就是龜山跟桃園段 我們已經被鄉親追到痕跡了 因為坐在地底下大家看不到 所以要拜託議員特別說明 其實就我的立場 當然地面上先做完就好了 可是問題如果地下的排水跟自來水不做的話 對我們以後是損失 當然要做 先做地下再做地上 所以自來水跟排水要先做完 市長這個要進度要快 我也知道要做 進度要快 他整個進度包括自來水公司 他就是比較慢 市長你看 你拚路橋就快就拚好 所以我們要求自來水公司要快一點 其實我們也花很多精神 他的成本效益分析 他的投資計畫都是直接核定的 所以自來水公司也有幫忙 市長講到這個路橋的話 我們萬壽路現在每天都出車禍 為什麼 因為我也請交通局去會刊 但是他們說這個路段不是屬於我們交通局的 是屬於公路總局的 所以說這裡要拜託市長 不曉得是不是現在520交接 這個過渡期 這個公路總局不來做還是怎樣 是不是拜託市長您溝通一下 我直接跟中立公路段請他來改善 對這個 他現在本來是有橋的 上面有燈 現在是變成六線道 六線道兩旁有 中間中閣島沒有路燈 這個按摸摸啊 路燈不足照明不足 我請交通局盡快聯絡中立公路段來改善 好謝謝市長 好接下來呢就是 各位局長請坐 接下來的話就是 希望我們捷運中線 加速好不好 捷運中線 還有我們這個加速市長 捷運中線 捷運中線我來說明一下 現在交通部副審完畢會送給行政院核定 核定後才會做中和規劃 那我們會盡量爭取喔 早一天行政院核定 進入中和規劃 那我也請我們的交通局喔 這個中規的預算要先框好 那麼先行編列也沒關係 好謝謝先行編列嘛 就有比較有希望 早日定案早日開工做目標 對因為我覺得齁 市長在處理那個捷運中線 那個破例那麼好 我也希望說捷運率線那麼好 我也希望說我能夠一樣的 我們的捷運中線也能夠這樣子的來處理 中線也是我上任後 原來這案子幾乎都快放棄了 所以說市長在我們龜山的建設是非常的多 絕對不是沒建設是非常的多的 對中線是龜山齁 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動脈 那我希望說這個中線呢 能夠盡快完成可行性的核定 我們進入中和規劃 那中和規劃一旦核定我們才能開工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都跟時間在賽跑 而且要爭取中央的包括交通部 還有國發會的認同 所以這也要花一點時間 還有市長要再拜託你齁 加速山坡地化處好不好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其實審查齁 我們水務局很快會審完 重點是要報到農委會的水保局完成審查 比較坡度 比較平的那個區段 我們會優先把它畫出 還有希望市長 這一次的通盤檢討 第四次的通盤檢討 希望說我們這個保護區 能夠回歸到我們地方 因為現在已經升格為直轄市了 有新北市 也有投行市 現在兩個都已經生氣做 兩個 我們新北市跟桃園市立場一致 希望林口特定區的管理權 回歸到各自的直轄市 目前還沒回歸 好 所以說希望我們加速好不好 我們爭取喔 那麼內政部營建署 盡快把管理權回歸給我們 好 好 各位市長 各位局長 今天齁 大家坐到那麼久了齁 不然我們站一下 我們來運動一下好嗎 我請大家來運動一下 上一次我們的市長齁 這個 我們的評鑑是第幾名 今天怎麼都不知道 第三名你看 張昌台市長有說第三名 我們政府要把他拼第一名好嗎 好 大聲咧 拼第一名好嗎 好 通知政府讚嗎 讚 加油好不好 好 謝謝 今天登記的所有的議員 全部執行完畢 那我們上會 謝謝 的 請